四岁萌娃只是拉了个爸爸 居然呆捡了个妈 是碌碌的石维一从天而降 掉进了小萌娃的拉爸爸现场 哦耶 天上掉下个小美人鱼 卓宝别说多开心 立马飞扑到石维一怀里撒娇道 美丽的小姐姐 我是灵氏集团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少爷灵主 眼看光着定的小娃娃 石维一一脸尴尬 我说这位灵小少爷 你能先穿好裤子吗 小美人鱼你是来给卓宝当新娘的吗 不 他来给你当娘的 现在的孩子都这么早熟吗 石维一突然想到什么事的 灵卓 这不是他上一世的妓子吗 上一世石维一是石家不受宠的废材二小姐 凭借美貌 嫁给了帝都主宰灵氏集团的灵主 婚后对帅气多金的老公艾达不理 还幻想要与渣男双宿双飞 结果被轻简和渣男联手背叛 落得惨死下场 既然现在让他重活一次 那么必须改写历史 扭转命运 还有眼前暖乎乎的萌宝 谁不爱谁是傻 如此和谐又温暖的画面 却被多视庸人打断 下一秒二人回头同款眼神杀 闭嘴 小美人鱼 我带你去换漂亮的衣服 参加我爹地27岁生日宴会 他和你一样 长得非常好看 石维一瞬间明白了 原来他重生在灵度27岁生日这天 当年他就在这辈灵度一眼 向中而后嫁给他 能不能带我去见你爹地啊 我有重要事情和他说 卓宝一脸不情愿 卓宝想娶你当老婆 你却想当卓宝的妈咪 卓宝戏想想等爹地走屁了 他的一切不还是我 好吧 我带你去找爹地 这小娃娃的腹黑 恐怕是遗传了灵度 与此同时 灵氏所有为高权重的元老 都聚集在豪华邮轮的顶楼一室厅 阿渡 今天来了不少名媛小姐 你有看中的吗 这次选妻 一是为了给祖母冲醒 二是给我儿子找个妈 不要错过及时就好 随后灵母踊跃给儿子推荐人选 喜家那位怎么样 太丑 侯家小姐听说也不错 说话太点 客家千金呢 他老子娶了十个老婆 家族使太乱了 为了给儿子选老婆 灵妈妈也是操碎了心 儿子 只要你喜欢 妈都能接受 都行 你们看着办 所有人快要被灵度气疯了 难道还要给他弄几个男人选选 就在大家焦头烂额之时 灵管家上前通报 小少爷带了一位小姐出席宴会 灵度震惊一向不喜欢女人的儿子 带着女人出席 他好奇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另一边宴会上十维一穿着高定礼服 打扮的精致美丽出现在众人眼前 无不看下一群渣男剑女的狗野 其中更有沙币在十分家的教唆下上前挑衅 就是这个十维一 他没有邀请函 偷溜进来吧 赶紧把他赶走 保安上前请十维一出示邀请函 十维一一脸不屑看向沙币表示 我的邀请函被这个女人偷了 你们来得正好 省得我亲自把他丢进来 弄脏我的手 沙币被当场拆穿后 恼羞成怒冲十维一喊道 你这个勾三搭四的狐妹子 明明有未婚夫还想爬上七夜的床 你不要脸 话音未落只听见啪一声 十维一立马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沙币当场傻眼 这个废柴居然敢打我 十维一冷笑道 哪个下水倒没关好 让你跑了出来 此时卓宝心疼地呼呼着十维一的声 妈咪你的手痛不疼 妈咪手不疼 但妈咪嫌脏 沙币听到卓宝喊妈咪又来劲 连来跟野男人连小杂种都有 沙币谁给你的勇气乱肥 妈咪可忍卓宝不可忍 来人给我赏他大嘴巴子 是 少爷 小小卓宝的气场凉敏 直接把狗男女的狗眼炸掉 片刻后沙币被打成猪头 可卓宝还没解气 敢欺负我妈咪给我重重打 打得好晚上奖励鸡头 肿成猪头的沙币委屈道 你们太欺负人了 我可是十分家的妹妹 妈咪 十分假是谁 有多假 比这个猪头的整龙脸还要假吗 哈哈 谁知道 十分家真狗 不要脸的他假意上前讨好卓宝 你好 我是你姨妈 可他身上浓郁的香水味下的卓宝赶紧后退 爹地说过 这是狐狸精的味道 男人沾上会变得不幸 妈咪 她是你姐姐吗 嗯 后妈生的那种 就类似灰姑娘那种 就是那种丑了巴基又恶毒的女 沙币突然抱住十分家大嘴 十为一你不配跟分家姐称姐妹 这个沙币真是个傻逼 十为一冷冷道 当然不配 他一个私生女的确不配跟我称姐妹 此刻会场都炸锅了 仿佛石家的丑闻一下子人尽皆知 十分家的脸也快挂不住 可他还假装委屈 哎哟 上一辈子的恩怨 不该殃及我们姐妹情 我待你是真心的 说得比畅的好听 看来要狠一点才行 此刻所有人的手机信息提醒您同时响起 里面一张将十分家和狗爵的亲密照都乍现眼前 真的堪比某公图精彩 十分家和狗爵都已经被震惊到不会说话 卓宝直接发话把三人捆起来扔进海里 十分家哭着求放母 十维一却不以为然 人生短短数是在我凭什么委屈自己给别人 身家过意的霸道总裁竟然娶不到老婆 豪华邮轮上林渡命管家送出了价值一个亿的赞计 十维一却说他不嫁 只因林渡没有单膝跪下 此刻十父劝十维一赶紧应下婚事 七爷我女儿不懂事 我替他跟你道歉 而一旁的继母却想看他笑话 见状林渡立马霸气护气 她是我老婆 而且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求婚还是有必要的 下一秒只见林渡走到十维一面前单膝下跪 握住她的手 美丽的十维一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 做我的妻子吗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十维一有点反应不过来 原来毒蛇的男人也有浪漫一面 现场的粉红泡泡足以让林渡的迷妹们猝死 可是十维一似乎没打算轻易答应 嫁给你我有什么好处 你将拥有我所有财产的一半 以及我的肉体 那我有个条件 嫁给你之后我绝对不会在家相夫交付 我也有自己的事业要追求 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不耽误生载就可以 既然这样我最后一个条件是 希望明天就结婚 林渡沟纯一笑站了起来 她调侃道 原来我老婆这么迫不及待 我就喜欢闪风够刺激 文言林渡一把僵尸唯一搂进团 这么狂妄 你就不怕封后我让你独守空房 十维一伸手还住林渡的脖子 轻声道 七爷 我们打个赌 我猜你舍不得 林渡意外十维一的肯定 你喜欢我是临时起 而我喜欢你是续谋依旧 天啊 十维一太会了 她的甜蜜表白让她圈粉无数 随后林渡立马吩咐下去 挑个及时明日完婚 两人的事就这么愉快定下来 可是卓宝却吃醋夺起来属玫瑰花 妈咪更爱卓宝 妈咪更爱爹地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见卓宝当场崩溃 为什么每次最后一片都是妈咪最爱爹地 概率论都是骗人们 完蛋了 等不到爹地蛟屁 妈咪都拜倒在爹地的戏装裤下 卓宝不服 说好三个人的电影 妈咪喜欢我的戏份什么时候才是 卓宝还是自我攻略一下 卓宝还是个宝宝 输给爸爸不丢脸 但是林渡的男人永不认输 那一夜花园的玫瑰花 无一不惨遭卓宝的毒手 另一边石维一回到家 从庸人口中得知弟弟小陈 即被妓女和妓姐合伙扫地出门 石维一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一定要为弟弟讨回公道 石维家极度石维一故意在祖母面前嚼舌根 石维家下了重本收买祖母 他妄想替代石维一成为林渡的妻子 祖母摸着脖子上的蓝宝石项链 爽快答应了 就在此时石维一来得刚刚好 他丢出化妆和精准地砸中了石维家 深海鲨鱼都嫌你的血肉臭 看到你倒胃口 让你捡回一条命 回来继续喷酸 接着石维一直接打掉祖母手上的烟斗 火星瞬间洒落在他身上 同时火星子飘到了他满是皱纹的脸上 让他原本丑恶的嘴脸更丑 刚进家门的石川夫妇文言也感恩了 什么事情弄得鸡飞狗跳的 立马冲到儿子面前告状 你看看你的好女儿 别人家的孙女都是贴心小棉袄 看看我们家这位就是个漏风小背心 唯一 你还没成为林家主母就这么对待长辈 没有我们石家也没有你今天 你怎么不懂感恩呢 石维一冷哼了一声 爸 你说的对 做人最重要就是感恩 但是我这个人没啥优点 就是记性好 奶奶做过的事 我记得一清二楚 比如我还在强宝的时候 奶奶把我送给了人贩子 祖母没办法圆场只好假装晕倒 此时何必吃也出来凑热闹 大声嚷嚷道 当年分明是庸人看管不利 让你被拖走 贱人你怎么可以诬陷你奶奶呢 见状石夫立马给了何必吃一个大嘴巴子 贱人闭嘴 你是要全世界都知道石家的丑闻吗 吵闹声早已把石家的庸人都吸引过来 并议论纷纷 石川呵斥道 你们嘴巴给我闭言试点 谁敢多嘴老子就攒了他 此刻石维一也没有忘记给弟弟讨归功道 爸 碧池姨娘和大姐趁您出国 把小陈赶出家门了 石川一副要吃人的嘴脸 把碧池母女吓得瑟瑟发抖 石维一觉得戏不够过瘾 她必须在天把火 小陈不但被赶出家门 还被客扣了零花钱 现在连食堂都吃不起 还不让余妈给小陈送饭 闻言石川要爆发了 只见啪啪啪几个巴掌 碧池母女立马跪地求饶 爸爸别打了 我们不敢了 看了一场真人大秀的石维一满心欢喜 终于可以睡个美容觉 明天美美的嫁人了 爸总只是跟未婚妻聊了的电话 就空腹了十惊鼻息 果真欲惊的石维一缓缓从浴室出来 就在开烦恼凌晨三点起来化妆时 手机响起 女人 根本总裁太视频了 这奇葩的铃声真的很难适应 邻渡这个自恋的家伙 把铃声调成这样 桌面锁评换了她的帅照 擅自给微信被铸成老公大人 石维一接通了电话 林大总裁 这么晚不睡 是想我了吗 林度看到石维一呼之欲出的傲人身材 她直接震住了 脸颊瞬间泛起了飞红 你经常都穿成这样跟其他男人视频吗 石维一突然意识到现在两人还是陌生人的状态 不过难得看到林度害羞的模样 石维一打算逗逗她 怎么样 林少 好看吗 我去这个女人太好了 我记下了 今晚就放过了 林晚肯定让你加倍奉火 石维一瞬间愣住 本想才点命 结果捅了个马蜂窝 礼物收下了吗 什么礼物这么晚了 此时敲门声响起 二小姐 林少派人送了一幅画过来 红布拉开瞬间石维一一语 好一幅婚纱罩 林度却一脸得意 快夸我快夸我 画得挺好 答应我下次别画 这婚纱罩怎么看怎么像僵尸罩 林度的审美真的有待提升 林总咱们画画可以接地气 但不能接地服 林度气炸了 这女人竟然质疑本少爷的审美和画迹 随后石维一自动请 因为两人画一幅婚纱罩 保证惊艳所有人 婚礼当天 石维一换上高贵典雅的婚纱 都别说有多好看 佣人们直接就拜倒在他十六群下了 此时林母进来了 喂 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 这套珠宝是林家传家宝 现在该传给你了 林母马上给石维一戴上 你戴上多好看 石维一感动地抓住了林母的手 母亲大人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孝敬你 照顾好林度和卓宝 林母看来也很喜欢这位儿媳 漂亮的脸蛋跟自己儿子很是登顿 更重要的是她能在短时间内 收服了她那高龙古怪的孙子 对了听说你有个妹妹叫石维春 为什么没有让她当伴娘 反而让狗家四小姐来了 石维一笑着表示 她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希望把幸福分享给她 其实她内心恨透这个好闺蜜 上一世她勾引林度不成 变火同狗爵 石维家害死了她 她发誓必须好好招待她 就在此时庸人急匆匆推门进来 夫人 少夫人 小少爷不见了 什么 卓宝 另一边狗妃在男厕所 对林度响露飞飞 上一秒还跟秃头老男人打的火热 下一秒又打起了林度的注意 妥妥一杯大绿茶 就在她正想出去之际 碰一声 她做的假体鼻子被门撞弯了 只见睡眼惺忪的卓宝站在门前 没想到卓宝也是个执着的宝宝 居然在花园里数了一碗上玫瑰花 此时狗妃突然叫住了她 小狗崽子 走路不长眼了 知道老娘的鼻子多贵吗 就在她想要对卓宝动手之际 卓宝毫不犹豫给她上一场 这位大妈 这里是男厕所好罚 正在找卓宝的石为一听到吵闹声 立马冲进厕所 卓宝看到石为一的瞬间绑不住 她委屈地哭诉道 这个女变态擅长男厕 还要打卓宝 此时狗妃突然上前就捏住卓宝的小脸蛋 这个小鬼胡说八道 该好好教训教训 卓宝在狗妃的魔爪中奋力挣脱她 妈咪 卓宝好痛啊 随后石为一抬腿重重一脚落在狗妃四十码的大脸上 可她直接踢得灵魂出窍 这一脚踢卓宝还给你 你最好祈祷卓宝没事 不然事情没完 狗妃不明白石为一为什么要为一个小杂种出名 此时狗妃的老情人再次登场 狗妃以为自己找到靠山了 立马冲过去 翔哥 你快替人家做主吗 那个小杂种他撞得人家好痛 翔哥看了一眼石为一和卓宝 下一秒大力推开了狗妃 连忙鞠躬道 主母大人 原来眼前这位秃头老男人是林氏家族的远亲林响 就是那种隔了十几代 甚至没半点血缘关系的亲戚 此时林响看向卓宝关心道 小少爷你脸上怎么受伤了 卓宝马上指向狗妃 是他弄的 此时狗妃想躲在林响背后 就被林响反手一个巴掌打 他满地找牙 贱人 竟然敢打我们七爷的儿子 狗妃终于知道自己得罪的是林氏小太子 看来好日子也到头了 下一秒林响立马抠马 敢把狗妃撮出去叫熊顿 狗妃恬不支持找石为一求饶 石为一表示这个事情着宝说了算 小少爷 是我眼下 我不该欺负你 求你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吧 看在妈咪的面上 我暂且饶了你 说吧两人转身离去 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婚礼 新娘在婚礼现场等了新郎三小时 以为新郎逃婚了 这时天空飘来几架直升机 上面还挂着两人的结婚照 太酷了 只见灵度站在飞机上看着下方 天啊 这是结婚还是抢婚啊 空战演习都来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我来了 无语 太无语了 这个男人是傻子吗 就不怕失误来得落地成河吗 我的新娘 身材还挺辣的 请问在座有人反对这对新人的结合吗 等等 哥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切 虚惊一场 别理那傻子 咱们继续 白青霄 叫你早点来 你干嘛去了 姨妈我的车半路坏了 我用我两条修长的腿跑着来的 呦 表哥眼光不错 新娘子很漂亮吗 什么 又来一个基于妈咪的家伙 请问在座还有人反对吗 等一下 这又是谁啊 只见一头银白绣发的男人闪亮登场 那不是影帝奇末堂吗 高冷登场的他瞬间戏精上身 零度 你怎么可以赴我 什么鬼 这家伙又抽风了 这是什么惊天大瓜 稳坐小板凳 拿好大瓜用力砍起来 卓宝七炸了要从小板凳上雄起 好不容易把妈咪让给了爹地 又来人搞事 齐末堂 你这个大坏蛋 又准我爹地 话音刚落 卓宝被白清销一把拎起 小鬼 你就别捣乱 齐叔叔那是在考验你爹地 齐末堂表面是个高冷孤傲的实力派影帝 私底下其实是个逗逼二虎 经常扮演孕妇搅黄我的乡亲 扮成已故林老爷子下灵度 还特么变态有一次假扮灵度突袭我的沐浴现场 不过好像真的有好戏上演了 赶紧抓好手中的爆米花 只见灵度一个死亡眼神杀 齐末堂 你找死啊 你现在都为了一个女人凶等宝宝 那晚你在床上可不是这么说 这家伙来劲了 怎么破怎么破 在线求助 石维一走到灵度身边微笑着 交给我 灵度傻眼他能有什么方法 只见石维一递给齐末堂毛巾 来姐妹擦擦你的眼泪 齐末堂直接拍掉了石维一的手 你这个妖女 快把我的灵哥哥还给我 好家伙 玩得这么真的 看来要出绝招了 阴阴阴 我哭给你看 石维一哭得梨花带雨 把她还点你 我怎么办 老天为啥要折磨我 好不容易找到心爱的人 怎么一个个都来欺负我 齐末堂顿时傻眼 眼计不够用 智商也不在线 石维一接着眼 我从小就被坏人拐到山沟沟里 还下了十几年 好不容易治好了眼睛 也被父母找回了家 又被男朋友劈腿姐姐 现在有机会嫁给齐爷 眼看着幸福就在门前 灵门一脚你又出现 天啊 这编剧力量太强大 信息量好大 脑子不够用 只见石维一绝望的想要离开 外面刚好有一条江 我祝福你们 什么 跳江 吃瓜群众无不目瞪狗呆 石维一一脸得意 感动我飙演技 老娘可是有练过的 眼看大事不妙 齐末堂立马拉住了石维一的手 姑娘 我错了 你留下我走 大家我澄清一下 我只是灵度的好哥们 石小姐 你放心大胆嫁给他吧 以后谁敢跟你紧 我跟谁急 还有姓灵的 你若欺负石小姐 我打抱你的狗头 就这么容易就收了一枚二狗的CP 果然傻子的朋友都是呆子 好了不用送了 我还要回剧组 祝你们百年好喝 闹剧结束 老公 继续我们的婚礼吧 这个女人 她才是戏精中的战斗机 那么婚礼继续 请问在座还有人反对吗 灵度瞅了一眼神父 你再问恐怕要扔去 为塞巴斯蒂安了 这里解释一下 塞巴斯蒂安是灵度养的 小宠物黑豹 那么现在 请新郎新娘 互相亲吻对方 实为一主动亲吻了灵度 灵度傻眼 白青霄喷出了一口 八二年的蒸馏水 我表哥堂堂 灵氏集团大总裁 竟然被老婆强了 这是什么天大的新闻了 小叔叔 请合上你的大嘴 冷静 臭小子 注意你的措辞 什么叫被强 不过唯一这孩子真心不错 终于能找到人能治阿度 简直不要太开心 灵度羞涩无嘴 女人 你撞到我的门牙了 你就这么急不可耐吗 急谈不上 我想接吻 你刚好有嘴 那我就会上去而已 话说七爷 你也太同墙铁柄 怎么撬都撬不开 真无趣 灵度怒了 他直接用嘴攻击 是唯一的嘴 两人一番较量 胜负难分上下 片刻后两人意犹未尽停下 夫人怎么样 还无趣吗 刚才本总裁的稳打几分吗 勉强合格六分吧 灵少的稳计像吃小孩似的 让人害怕 那我再一次补个四分 灵度这土味情话信手拈来 冰恨的没想到 今天吃起的主菜是狗 大伙都吃得饱饱 感觉往后一个月 都不用再吃饭了 女人是世人眼里的草包二小姐 姐姐联合闺蜜 其他辱他 没想到她是王者归来 分分钟打脸众人 婚礼上时 唯一和灵度满脸 洋溢着幸福 此时时分家和狗爵 却在谋划着如何勾引灵度 狗爵也太狗了 时分家稍稍甜言蜜语 她就愿意头顶 青青大草原 真的螳螂补偿 王却在后 时分家怎么也想不到 狗妃也是来抢新郎的 老娘才是灵氏主母 你们都等着给老娘舔奖吧 婚礼上好友发言缓解 狗妃开始羞辱施维依 明面上称赞她善良 其实是嘲笑她是个文盲 施维依翻她几个大白眼 静静看着她表演 现场气氛顿时凝固 众人议论纷纷 此时一位灵氏组 老站了出来并怒火爆 我们灵氏怎么能娶一位 连书都没读过的文盲呢 够了 更衣归来的灵氏眼神能杀人 我娶老婆 难道要你同意啊 见识家主的威严老太太低头鞠躬 不敢 不敢 只是她真的不配 灵氏一把搂过时唯一纤细的妖枝 温柔道 夫人 他们说你不配 你觉得呢 配啊 我绝配顶配官配天仙配 文言和碧齿也坐不住 他指着是唯一骂道 你一个没读过书的文盲 怎能与企业相配呢 今天大家都约好来欺负妈咪 卓宝不开心 卓宝要黑化了 只见屏幕上出现了 让众人目瞪狗呆的信息 时唯一龙龄学院的毕业证 又到了天才青年白清宵 给大家科普的时间 龙龄学院是世界尖端学院 有着世界级教学环境和师资队伍 专门培养各路世界天才 由于毕业门槛极高 能毕业的基本都是超级天才 也就是说时唯一不是文盲 而是天才 夫人你真的是深藏不露 有秘密才更有魅力 不过龙龄学院的资料 几乎相当于国家一级机密 这又是怎么泄露啊 此时大家不知道的是 卓宝还有一个隐藏生 他是国际顶级黑客组织 滔天的核心人物之一 调出资料轻而易举的事情 打假风云很快就结束 闹事的人也被赶出宴会场 卓宝 谢谢你今天为妈咪解围 妈咪该怎么感谢你呢 卓宝今晚想跟妈咪一起睡 你做梦 敢抢我老婆 儿子也别放我 卓宝委屈肚子 爹地和妈咪难道要 背着卓宝干坏事 婚礼结束已到晚上 石维一患上性感睡衣 半知这身体靠在床前 洗完澡的灵度出来看到后 居然问石维一是不是闪到腰 天啊 你这个大直男 石维一在撩你 撩你懂不懂 人生的四大喜事 莫过于洞 房 花 竹 夜 只见灵度缓缓走到石维一面前 掀起了床单放在地上 七夜你要打地铺啊 想什么呢 这地铺是给你打的 什么 这个男人有毛病 新婚第一天就让人打地铺 不对 上一世明明对着人家狼吞虎咽的 老公这生物还是要靠自己积极争取 下一秒石维一直接扑倒灵度 霸道表示我不仅要睡床还要睡眠 闻言灵度反手为攻 直接将石维一压在身下 他凑到石维一耳边调侃道 石小姐 为了得到我 看来你有备而来啊 对啊 我煞费苦心只因我太爱你 七夜不也在众多名园中 一眼就相中我了吗 这大概就是一见钟情吧 说霸石维一的唇缓缓向灵度靠近 啪一声 灵度甩出了一份文件拍在石维一脸上 此时灵度已经站了起来 俯视着石维一 开玩笑 我不相信一见钟情 而且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赶紧把文件签了 好吧好吧 你是老大你说了算 这里故事发展跟上一世一样 新婚之夜灵度让我签了三年结婚契约 但是这个大一八郎 一次次延长契约时间 甚至想把我囚禁在他身边一辈子 想着上辈子的憋屈 石维一现在更想牢牢捉住眼前的男人 他笑得有点诡异 想让我签字 说时时内事快 灵度的衣服被扒下了一半 女人 你是想挑战我吗 好 我成全你 灵度一把僵石维一暴起 八八八对石维一说叫了一番 石维一瞬间兴致全无 七夜难道你真的像大家传的那样 不行 下一秒灵度捉起石维一的手 把他反扣着压在了身下 二小姐 我行不行跟我想不想 这是两码事 灵度心想本来娶你就是因为卓宝喜欢你 更何况你能不能成为灵夫人 那也要我说了才算 石维一还没有放弃 七夜 你愿不愿意是你的事 我二小姐名人不说暗话 我就想要你 这个女人太火了 我是男人 我不能锁 灵度淡定坐在沙发上笑道 石小姐 能不能得到我 就看你这三年里的本事了 石维一笃定看向灵度 当然 你迟早是我的 男人养了一只小宠物 谁欺负媳妇就让谁当他食物 灵度带着石维一来拜见祖母 虽然灵母对这位新媳妇称赞有加 但是祖母也想亲自长长眼 祖母沉默片刻后开口 阿渡 你这婚结得太草率 冲喜就是迷信 祖母吃个橘子消消气 讨个彩头而已 加上您和母亲不一直盼着我成家吗 卓宝那关不好过吧 婚礼前卓宝哭了 说什么都不让我嫁给他爹爹 让我等他长大娶我 逼姐妹该死到无处安放的魅力 卓宝三岁的时候请了早叫幼时 结果那女人意图不纯 想通过卓宝接近灵度 然后对卓宝做了很多过分的事 自从那以后卓宝对女性就越来越抗拒 听了卓宝的遭遇后 时卓宝一顿感心疼 忽然灵度捉起是唯一的事 固定告诉祖母 那天邮轮上卓宝多次表现出对唯一的喜悦 我就决定追她不去 忽无其来的告白 时卓宝一愣住 不对 感情我还母平子贵 演戏谁不会 祖母放心 我向您保证 以后我绝不会亏待卓宝 看着两人同心喂孩子 祖母也不好为难 希望你以后用心教育孩子 所有的对话正好被茶妹听了去 只见她端茶地到灵度面前 讨好似的让她品尝 接着又拿起另一杯送到时卫宝一面前 下一秒故意把茶打翻烫伤了时卫宝一 茶妹连忙道歉 可拙劣演技早被时卫宝一看穿 灵度立马关心带她去商药 只见时卫宝一不在意甩手说不要 只需要一张纸就好 绿茶瞬间傻眼 难道她发现我在眼 祖母还是不放心 让灵度带卫宝一去商药 时卫宝一笑着说谢谢便被灵度牵着离开 时卫宝一的十大体让祖母感到一阵心疼 完全没理会一旁茶妹的草拨 不过茶妹的喋喋不休让老人家受不了 怒怒 够了 你那杯茶还需要我多说吗 看来家里是容不下你了 秀奶奶就送你去让国流血吧 等你学有所成回来 再给你找一位如意郎君 你就断了对阿渡的念想吧 茶妹说什么都不想走 哭着要在老太太跟前进行 老太太明白她的一厢情愿迟早害了她 她轻抚着茶妹的头 让她不要再执迷不误 再犯错恐怕会保住她 茶妹果断答应 另一边石为一也包扎好 灵度命用人叫深木再泡一壶茶送来 这么喜欢喝她泡的茶呀 你吃醋了呀 男人你没搞错吧 吃醋是不可能的好法 姐我是吃了枪药 你就等着看姐怎么摆发摆中吧 七爷 您要小心哦 灵度侧目瞟了一眼石为一 你真行 还有心情嘴炮 当烫成猪蹄的时候怎么就不见你坑一声 切 这种小伤当年在龙林都不知道受过多少 灵度不可思议盯着她 脑里嘴里都只能蹦出两个字 怪物 石为一朝灵度放了一波电 你看过我这么美若天仙的怪物吗 美人你太狂妄了 我不跟你玩了 片刻后茶妹茶里茶漆出现 只见石为一立马把自己送到灵度面前 她搂住灵度 老公 你这么爱喝茶 以后我每天泡给你喝好不好 茶妹一脸凝沉 心里暗想七爷明明只爱喝我泡的茶 表哥 您要的茶 下一秒灵度直接把茶打翻 表哥 好疼 茶妹疼痛无手 疼就对了 毕竟我故意的 要不又浪费一杯茶 茶妹被灵度始料未及地回答整蒙 表哥 你说什么呀 人家听不懂 灵度也没必要跟她解释更多 直接上来给她警告 下次再敢把水洒在我老婆身上 你的两只手干脆剁了给塞巴斯蒂安当夜宵 茶妹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立马怂 她下跪球放过 七爷 我再也不敢了 见状灵度也不跟她再计较 你先下去吧 正当茶妹起身离开之际 石为一叫住了她 唯一小姐 您还有什么吩咐啊 吩咐倒不敢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对我改个称呼 以后请教我少夫人 石为一完全把她这个老夫人的远房外孙女当庸人 茶妹却敢怒不敢言 毕竟旁边还坐着个大活人灵度 怎么没听懂吗 茶妹明白当前形势对自己不利 她只好假装卑微鞠躬 是 少夫人 心里却还在暗戳戳想弄死石为一 石为一就是喜欢看着她想弄 她又不能把她走着 大快人心 可是感觉还是差点什么 只见她立马展开撒娇模式 七爷 人家疼 要呼呼 灵度蒙圈 三十岁老父亲居然抢走了三岁儿子的饭饭 于是儿子决定长大后把他老婆抢走 面对要吃肉肉不吃菜菜的啄本 轩为亲爹的灵度都要投降 石为一却说他有方法 晚上放学卓宝迈着小碎不快乐到家 欢迎回家小少爷 茶妹被直接无视 卓宝只想找妈咪 来得正好 还有最后一道汤 卓宝迫不及待要妈咪抱抱 上一秒还沉浸在欢乐中的卓宝 立马捂住小心脏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啊 压得我喘不过气的 不是爹地布置的课业 而是想念妈咪的心 小萌娃的土味情话脱口而出 谁说不是灵度亲生的 看着相亲相爱的母子 祖母一脸难以置信 不是亲母子胜似亲母子的感觉 有点微妙 不过他们的母子情 能否承受住一盘炒蔬菜的分量呢 片刻后开饭了 茶妹一脸不怀好意 将一盘蔬菜端到卓宝面前 盘里全都是卓宝讨厌的菜菜 卓宝憋着一脸难受 茶妹见状立马上前劝说 小少爷 您不要怪少夫人 她也是心疼名才 说着她想把菜菜撤走 怎料卓宝伸手一把 没关系 妈咪做的 卓宝要吃 看着卓宝犹豫的样子 石唯一一个眼神暗示灵度 你可以开始你的表演 下一秒 卓宝的范范被灵度一把夺走 她不吃我吃 毕竟是唯一辛辛苦苦做的 臭爹地 那是妈咪给卓宝做的 说时时内事快 小猫饭团已经被灵度切开 并送进嘴里 你不爱吃 那就当作给我吃的了 哦 猫咪这么可爱 你怎么可以吃猫咪呢 一旁的石唯一看着父子相处 真心为灵度的老年生活捏倒汗 她就不怕被打氧气管吗 咽咽 爹地是大坏蛋 我会全部吃光 一点也不给你留 你今晚就喝西北风吧 本想掩掩戏的灵度 结果因为饭菜太好吃 一口接着一口 石唯一脸上写满了幸福 看着她吃 此时的卓宝已经酸成了柠檬精 不行 这样下去爹地不仅抢走我的饭粉 还会把妈咪抢走的 卓宝立马踏上夺处之路 我愿意吃菜菜 不过要妈咪味润 这边灵度已经光盘 爹地怎么可以这么做卓宝 这个复仇者联盟我是入定的 卓宝 要不你和妈咪吃一份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卓宝立马开心起来 妈咪最好 妈咪喂我 好 妈咪喂 石唯一勺起一块西兰花 卓宝竟然吃下去了 众人震惊不已 卓宝 肉肉和菜菜都要吃 才可以长高高 以后才可以保护妈咪哦 对的 我要快点长大 把妈咪从坏蛋爹地那里抢过来 虽说童言无忌 可灵度听到有人要抢自己老婆 对方还是自己的儿子 心里莫名有骨醋意 祖母看到卓宝听是唯一的话吃菜菜 也是一脸欣慰 还嘱咐她以后要好好教导卓宝 奶奶 放心 我一定把卓宝当成亲生儿子对待 一旁的茶妹看不过眼 开始作妖 少夫人真厉害 连老夫人在小少爷那都讨不到半分好 你居然能让小少爷听你话 想捧杀我 没那么容易 深目小姐 老夫人疼爱卓宝 卓宝尽爱老夫人 何来讨好一说 祖母 您的人那是越来越会说话 林渡笑里苍高 茶妹立马下的汤都打翻 最后祖母忍无可忍 只好把她送去了郊外农场喂住 回头祖母安抚时唯一 保证不让深目出现在他们眼前 宣闹之下 卓宝已经默默光平 表示明天还要继续吃妈咪做的饭 当然可以啊 看着老婆和儿子亲密的行为 林渡瞬间老醋成精 傲娇的她还不敢承认 下一秒卓宝被一双大手提起 男子汉不该过分依赖母亲 你以后不娶老婆吗 不娶老婆没孩子 小心住养老院 故事姐姐悄悄恰你批评 卓宝立马反应过来 那我娶妈咪当老婆就好了 真的听不下去 儿子竟然要翘爹地抢脚 再见 林渡随手将卓宝丢给中书 带他去写作业 写不完不许睡觉 爹地你这是报复 还有你吃错了 看着林渡跟儿子吵架的样子 石维一居然觉得他有点可爱 半夜敲响你房门的有可能不是鬼 而是你慈祥的老父亲 儿子只是说要抢走爹地的老婆 爹地就怒拆人家房门 还嫌弃卓宝房间老气横丘 呵呵呵 爹地你少女心泛滥安排的死亡巴逼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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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不出所料 爹地是来揍我的 忍着疼痛卓宝一脸认真问林渡 那爹地 那么多女人 你为什么喜欢妈咪呢 林渡嘴硬 我不喜欢她 谁说我喜欢她 双重否定就是肯定 只是她在那么多人中最适合当女后妈 那么爹地因为我才娶的妈咪 那你们会离婚吗 林渡表示要看事唯一表现 卓宝怒了 什么鬼 我忍痛哥 爹地去挨要不要 你气得跺脚都没用 反正 他都是我老婆 哦 爹地是大坏蛋 我一定要把妈咪请回来 好了 你去进食家训一小时 爹地我讨厌你 回到房间的林渡 回想着卓宝提出的疑问 选择时唯一的原因到底是 美貌 我堂堂大总裁怎么会这么肤浅呢 聪慧 也就跟我差不多 家事 比他优秀得多了去 这世界性的难题林渡聪明的脑袋瓜也不够用 只是婚礼上的一幕幕显现眼前 这酥酥麻麻的感觉有点上头 还有那果冻般的嘴唇让人无法自拔 想到这林渡一脸处难修色粉 就在此时时唯一推门而进 七爷 是粒子弹刀吗 林渡看着是唯一的果冻唇 羞涩别过脸 下次进来记得敲门 时唯一立马坐在林渡旁边 语气烧带诱火 娃娃好香啊 说着时唯一贴上了林渡的脸 林总 要不试试 只见林渡挪着屁股后退了半步 林总你这后推半步的动作是认真的吗 很好 你激起了本小姐的胜负欲 看我不是探死你 你不吃啊 那我就拿去给卓宝梦 不许去 林渡回头一个死亡眼神沙 是叶霄对小孩身体不好 果然他还没消气 卓宝那是童言无尽 你是爸爸 对自己的宰宰要温柔心 我也想给他一个美好的夜晚 但最终是他把自己做尽了近视 这个爸爸有点恐怖 如果我是宰我也怕怕 看来今晚我要去陪卓宝睡了 什么 猝经霸总又上线 只见时唯一直接被扑倒 时唯一 新婚第二天 你就要跟我分房睡 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夜生活不合行吗 时唯一错愕 林尚 你莫不是对夜生活有什么误解吗 粉丝们也不傻呀 你是在暗示我 林渡边说边解开睡衣的扭扣 半路的胸肌时唯一无脸表示太害羞了 不过这个角度 猴姐有点小性感 时唯一心想这招狱情故纵有点好用 他要得逞了吗 霸总一秒失破 并变脸无情推开时唯一 你想得美 此时热血沸腾的林渡假装淡定 转身往浴室方向走去 时唯一静静看着他坐 心里暗想你在挣扎迟早隐数 醋精姐夫遇上护姐狂摸一见面就恰 傲娇爸总吃醋吃到小舅子家 我们是合情合法合理的夫妻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 两人的战争叙事待发 太幼稚了 时唯一实在看不下去 必须知走一方 七爷 我跟小陈单独聊会 可以吗 媳妇开口 七爷酷酷离场 不谢正面刚 只好背地苗 林渡立马让人安排花园监控 花园里时唯一劝小陈好好跟林渡相处 怎么说也是姐夫 时辰勉强答应 小陈明天咱们回十家一趟 听到十家 小陈是举双手双脚反对 时唯一解释 回去是为了夺回继承权 免得便宜的那两只汪汪 我们姐弟才是十家合法继承人 更何况母亲留下的财产 怎么能便宜那些人呢 小陈也确实不甘心 而且想到夺回家产 还能保护好姐姐 他同意明天回去夺回 属于自己的东西 说着说着小陈慵懒 躺在姐姐的大腿上 我想妈妈了 此时林渡在监控室里 看到了一切 他秒变大簇钢 这姐弟俩也太亲密了 只见时唯一眼神有点忧伤 他也想妈妈了 半年前母亲因病去世 就没有了家 丧礼当天 石川川的一身喜庆 就要来抢儿子 想想就恶心 不过现在姐姐成家了 听到这 小陈还是反对 时唯一这段婚姻 实在太草率了 甚至劝他趁民政局没下班 赶紧去把婚礼了 时唯一愕然 刚刚不是说好不为难林渡吗 怎么又来 林渡其实人挺好的 除了有点刁钻 没半点毛病 时辰又表示 传闻他好像那方面不太行 但他没有对你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吧 监控室的某人快气炸 我真的谢谢你哦 小舅子 操心到这个份上 时唯一一脸娇羞 不允许说我老公不行 他可生亡了 小陈瞬间实话 在那方面姐姐 难道已经彻底被林渡征服了 你放心 姐姐还是很幸福的 时唯一真会变 差点自己都信了 既然到这个份上 小陈还要提醒他 一定要做好措施 搞出人命就无法回头 时唯一好想告诉他 他已无痛当吗 林渡一脸附黑笑 像是憋了大绝招 此时管家出现在花园 家主请时辰少爷用午饭 请一部餐厅 随手又递给时唯一一把钥匙 家主为您设计了一个鞋屋 一共几千双 还说了 时辰少爷送您的鞋可以换掉 时唯一尴尬笑着接下钥匙 有钱了不起哦 片刻后餐厅里火药为师祖 姐 你最爱的糖醋小牌 唯一 吃鸡 让两人有共同话题 小陈在学校里 可是百万微博粉丝的笑草 最近有女朋友吗 怎料又被林渡捉住了炫耀的机会 七爷刚刚您的微博粉丝破译 热搜低 这明显不是时唯一想要的效果 小陈突然问时唯一 姐姐你不缺人追 为何选了姐夫 因为他能给我一个真正的假 林渡看着似乎被时唯一的话感动了 他嘴角勾起浅浅的糊涂 来 吃饭 看着姐姐姐夫相亲相爱 时全一脸我就是多余了 抛萨姐弟回家手撕恶毒家人 只为夺回母亲遗产 十家大门一群人恭敬点头哈腰 见到只有时尘和时唯一的瞬间立马变脸 林渠也是身体不舒服没来吗 时唯一冷冷表示他单纯只是不想爱 文言时父一边怒斥时唯一为所欲为 一边心疼为迎接零度所花费的钱 时尘庆幸零度没来 不然该看到这些人丑陋的嘴脸 毕竟当年奶奶把我卖给人贩子 爸爸婚内出轨 姐姐抢我未婚夫 这桩桩渐渐哪一件不害人听闻 爷爷一个眼神 奶奶瑟瑟发抖 我姐就是牛叉 打蛇打七寸 这群人瞬间闭脉 奶奶真的是撞枪口达人 乖孙 你妈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好菜 先吃饭吧 时辰冷笑 我妈死了 你说的是哪个妈 现场气氛瞬间降到零度 就在和碧池以为好戏要上瘾之际 时唯一回头一个眼神杀 我们的妈妈只有一个 至于靠偷情上位的冒盘国 连给我妈提鞋都不配 文言和碧池想冲上去跟时唯一干一家 就在此时爷爷震怒 闭嘴 随后让时分春赶紧带那婆媳俩去楼上好好反省 毕竟现在时家还要靠邻家扶持 必须得依着他 下一秒他笑嘻嘻请时唯一姐弟坐下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 以后爷爷会加倍补偿你们 时唯一笑着答应 但是他肯定会找机会报复回去 爷爷 今天我们回来主要想说一件事 小陈已经18岁了 应该给他安排一些企业管理的培训计务 也好为他继承公司打基础 毕旁的时分家顿时傻眼 原来他是回来争夺家族继承权 他不爽到开始茶言茶语 不是说不想跟这个家有关系吗 怎么突然想继承家产 难道是听了谁的挑唆 这么一说师父也疑惑了 爸 你还真的不会抓住重点 大姐的意思是说我窜多小陈 倾吞石家的资产 被一语道破的茶姐甘到万分 妹妹 你误会了 时唯一晒出鸽子蛋大的大钻戒 不灵不灵地闪下众人的狗眼 我老公有的是钱 谁在乎石家那点家产 不过大姐这么门 莫非你对石家产业有企图 时分家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的本事有目共鸣 至于家长我并没觊觎的意思 时唯一无视她的解释并直接对她 第一你的名声已经臭了 不再具备继承人资格 第二 分方舆论那些漂亮的报表实际是有水分的 第三 既然大姐没有觊觎之心 干脆退出石家核心层 去度个假 怕时分家还没死 石臣捕刀 正好大姐可以带未婚夫一起去海边走走 听说她已经被踢出狗家管理层 姐弟俩配合得天衣无缝 没有比这更解气的宫斗剧 时分家被气到偶血 准备放大招 只见她拿出手机 众人瞳孔地震 手机里全是石臣和一些商界大佬的亲密症 爷爷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就让石臣滚出石家 尽管石臣解释照片是批的 此刻石唯一上前表示他来处理 说时时内是款 石妇夺过爷爷的拐杖 就想打死石臣 石唯一一把握住 我这里有当晚的监控 石唯一拍拍手 是一专属侍女小莉闪亮灯场 监控里石臣除了喝倒了几位大佬 其他事情什么都没有做 方才我找到了照片原版 石分家立马怒吼 刚才的就是原版 只见石唯一笑道 见证奇迹的石刻到了 原版照片里的人竟然是石分家 别说多辣眼睛 面对活生生的证据 石分家还在狡辩 石唯一立马在放出石正 我还查出了照片流出的IP地址 正是石家别墅的某部新款橘子手机 文言石副震怒 啪啪赏了石分家几个大嘴巴子 最终石分家被踢出石家管理层 同时姐弟俩顺利拿到妈妈 乔氏产业的清算资料 但显然产业早被何必持母女掏空 甚至恶性负资产了 妈咪存款250 儿子却有10个亿 石唯一回石家忙活半天 结果母亲的资产清算恶性负资产 存款也只有250 别说搞事业 不饿死就算不错 夫人 你本想找你龙龄师兄师姐借情 没想到一个个不是残废 就是穷困潦倒 然后还要靠你的阶级 别说了 我内心在低血 但我不厚 毕竟大家当年对我很照顾 就在此时卓宝出现 随手掏出一张奥突曼卡片 还扬言要养石唯一 石唯一单纯认为卓宝太可爱 谁知是自己太草率 奥突曼卡片的真身 竟是十亿存款的存者 十亿虽闪亮 但是理智还是勇的 卓宝 妈咪不能花你的小钱钱哦 但是卓宝不想妈咪饿死 没关系 卓宝的小钱钱就留着娶媳妇吧 等妈咪赚钱了就给你见一座动物 卓宝开心到翘屁股 夫人 你还有一张七也给的无限额 飞金铁随便刷 小傲娇石唯一就是不想刷 不过他终于想到方法 不能直接拿钱 那就让零度投资 此时零度心里花 你都他妈的把我当人形提款机 卓宝背上逆流成河 同样是小钱钱 妈咪只愿意花爸爸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石唯一带上企划案找到零度 滔滔不绝两小时 最后拿下了零度五百万投资 零度也只当给媳妇拿去玩 感谢零总投资 为你献出心脏 不过七也 你突然这么大方 我有点怕 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零度开始踢条件 三个月没赚到零头 你就安心在家当少奶奶 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是威喜 但有一股狗粮香 石唯一信心满满 要我做到了 七也是不是心甘情愿履行夫妻义务 成交 零度衣服看好戏的表情 拿到前十唯一 第一时间通知小禅安排模特面试 听到这 零度脑海里浮现出 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男模 可怕 那我这头乌黑的秀发不是要换闪吗 不 不见了 拿来 说着就开始抢试唯一手中的制票 为什么 我一个做女性像产品的人 开业里上没几个性感女模称的 说不过去吧 无胡 零度你又想多了 尴尬 或或或 七也难道你以为我要找男模 你醋了 拜托 你们男人总把我们女人看得那么自己 在美女面前 帅哥根本不值一体 年少不值姐姐好 错把行男当个宝 零度蒙圈 这女人举里举弃的 难道把我当同夫了 原来这个时代里 老婆身边的男人要房 女人更要房 你还是拿回来吧 十唯一傻眼 这男人的醋意足够杀死 十唯一方圆及百里的生物 七也 大丈夫一言祭出四马难追啊 眼看说不通 十唯一深深叹了一口气 哎 果然儿子比老公靠得住 只见零度直接拦住了十唯一的去路 行 还给你 大不了我去找卓宝借小钱情 以后我只给卓宝一个人做饭饭吃 就在此时一阵怪风把支票吹走了 眼看支票就要逃跑 十唯一想都不想就踏上了床台 跟着支票跳了下去 还好下面是泳池 零度脱下名贵的西服 跟着跳下去 两声扑通 湿透的两人在泳池里站了起来 你这个女人脑残了 从二楼跳下来到底怎么醒了 十唯一没反应过来 零度拉起她的手询问她有没受伤 零度肯定不知道 十唯一在龙龄市受过专业训练的 这高度对她来说小儿科 这时零度急地抱起了十唯一 带她去看医生 难得她真情流露 布料一下太可惜 十唯一哭着 七爷 我的腿受伤了 支票也失了 都怪你 零度虽然嘴硬 但是也见不得十唯一哭 她答应给她重新写一张支票 十唯一又捉住了机会 她迅速抚着零度的脸吻上她的唇 此时屋内的零母听到两人跳楼的消息 吓到以为零度发病要把十唯一杀了 结果来到窗前就看到了两人如胶似漆的一幕 心头大时瞬间落下 心泪还窃喜照 这个速度发展很快就可以又添一位孙子 同时零母真心希望十唯一的温柔香 能成为治愈零度的良药 防火防盗防兄弟 冤种大兄弟有俩 军火大佬邀请她老婆看音乐会 房地产巨头甚至送她一栋楼 她怎么错 在线求助 挺急的 零度拨通十唯一电话 告诉她自己有两个兄弟想见见她 十唯一笑着答应跟小陈一起去 可时辰才不想见到爱庄司的姐夫 此时电话里传来了白青霄调性的声音 哎哟 嫂子 弟弟该不会觉得自己拿不出手吧 这两人没见面就火药为师子 零度避免白青霄被揍 立即挂断了电话 白青霄妥妥的胸控一枚 我哥有钱有言 宇宙低 但小时候 十唯一闪亮灯场 亲爱的 我来了 零度回头看了一眼 没啥表情 来了 其实内心开心得要死 只见她上前搂住十唯一的小男妖 面向众人介绍自己的老婆 我夫人 十唯一 我兄弟 常天 昏南风 只见两位大佬紧张到不行 摸摸着 蹭蹭那的 久久都没有回应 零度一傅看傻子的表情看着了 你俩罚站吗 过来呀 两位大佬瞬间变成幼稚果 你站前面走不行啊 不用 后面挺舒服的 这么看来十唯一的美貌除了征服了零度 还把两位大佬迷的神魂颠倒 从来没见过兄弟这般扭捏的零度顿时一阵忍 你们 这是在害羞吗 十唯一扑痴笑出了声 没想到军火大佬和房地产巨头竟然这么纯情 十唯一主动跟他们握手示好 常天憨憨上前 弟妹好 听说你是龙龄的 改天一起打枪啊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吃醋 零度立马上前拍开常天的手 都人气了 打什么枪啊 那我请弟妹去听音乐会 我怎么记得你这位操汉 听巴赫会睡着 还打呼噜 十唯一尴尬后退 这塑料兄弟情 就在这时昆南风敲咪咪来到十唯一身后 指尖轻轻戳了戳他肩膀 随后递给他一个红本 十唯一礼貌结果 打开一看瞬间傻眼了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大佬居然送一栋楼当见面了 昆先生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此时白青霄拍了拍十唯一肩膀 嫂子 你就当替我哥收着吧 此时时辰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一把抓住白青霄拍十唯一的手 大叔 听说你要给我做心理辅导 被叫大叔白青霄几眼了 我这风华正冒的 哪里像大叔 你爱去叨别人家的闲话 这不是欧巴桑是什么 这两位幼稚的弟弟 你对我一句 我呛你一句 谁也不放过谁 接下来大兄弟两人竟然又开始了才艺表演 十唯一看得着你 林渡看着恼火 下一秒长天拿出了大红玫瑰 弟妹 送你 林渡傻眼这个傻憨憨身藏不露 还搞浪漫 十唯一不客气接过了花 林渡一个眼神能杀人 十唯一感觉到后几凉凉嗖嗖的 小脑袋瓜灵机一动立马转移话题 上次婚礼我都没有丢补花 今天补杀 林渡时去见台阶就下 他搂住十唯一的肩 就让你们这群万年单身汪 沾沾我们的喜气吧 哈哈哈哈 这位兄弟是不是有毛病 有媳妇有什么了不起 老子有的是自由 自由你懂吗 发音刚落实唯一的花一下子就抛出了 见状两位本来不屑的大兄弟 马上跳起去抢花花 结果花花正中了两位正在干架的弟弟怀疑 见状灵度孝道 听说接到新娘捧花的人 就是下一个要结婚的人 看来你们两人有缘 有缘 此时两位弟弟四目相对 辣眼睛 我吐得比你更多 恐怕这阴影此生都无法治愈 看着弟弟们的反应 十唯一笑得更开心 长天瞥了一眼 十唯一表情有点凝重 仿佛想到了几年前 自国通缉的头号犯人 不过据说那女人对花粉过敏 十唯一却能拿着特制的玫瑰那么久 所以是我看错了吗 还是等调查清楚再告诉阿渡吧 亲爹去学校接儿子放学 却认不出自己儿子 傍晚林渡和卓宝到家 父子俩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这又是搞哪一出啊 十唯一没来得及安慰卓宝 林渡悄悄把他叫走 林渡解释 接卓宝的时候 正赶上了幼儿园排练舞蹈 所有小崽子都穿上了玩偶装 我认不出卓宝 避免尴尬 我跟小鹿青青 小企鹅抱抱 还有小猫举高高 结果站在最后的那只兔崽子 才是卓宝 然而他默默看着我 跟其他小崽子 做了一些跟他从来没做过的举动 此时卓宝内心 爹地是大猪蹄子 然后他就不理我 换我也不理你 十唯一看着卓宝可怜的小背影 他喊住了他 卓宝 舅舅在妈咪房间 你要去跟他玩播 不开心是什么 爹地又是奶冲葱 卓宝瞬间开心回头 那个长得像小金毛的舅舅吗 灵渡顿时傻眼 我是你爹 也没见你那么期待 卓宝气鼓鼓看向灵渡 卓宝几月几号生日 灵渡脱口而出 11月8号 Game Over 而他爹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1月18号 尴尬 大写的尴尬 打扰了 我先走 十唯一房间里就伤二人相见恨我 舅舅 卓宝觉得你长得比这些所谓爱都好看 要是你出道 卓宝愿意当你外申粉 那到时候卓宝记得给舅舅打call 就在此时 十唯一大脑袋瓜闪现了商机 小陈 最近有个很火的选秀节目 你要不去试试 借这个节目 打开我们工作室的知名度 小陈想了一下答应你 并询问搜我手绣需要的服装找谁设计 十唯一想了想 目标锁定了国际著名设计师最妖二 那个出了名奥 连欧洲皇室的面子都不给的鬼才设计师 文言小陈觉得我姐想得有点美 难道这个最妖二是你的朋友啊 并不是 只是上一世的记忆 最妖二惨遭助理诬陷抄袭 业界封杀 绯闻缠身 最后不堪重负 草草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 甚至死后多年了也没能沉渊招许 十唯一既然知道了真相 那帮他逆天改命 和他成为好姐妹 让他成为麾下一员大将不就是小诗一桩吗 接着十唯一让小陈安心准备逐打曲 说着说着十唯一笑得有点鬼異 最妖二就交给姐 叨告定哦 姐 你笑得有点 好看 说起来 你还是最妖二的真爱子 就他的海报你就收藏了一大卡车 哪里哪里 天啊 说起这个最妖二 妈咪居然害羞了 卓宝赶紧拿小本本记下 妈咪的真爱是最妖二 爹地最近有点糖分超标了 看我不给他加点醋 随后卓宝一脸开心来到零度书房 妈咪的真爱不是牛 卓宝很期待爹地吃醋吃到变形变丑的名 可零度一脸淡定 下一秒卓宝被中书直接拎走 罚金是训练一个月 不许回家 爹地是个大坏蛋 醉妖二才是妈咪的真爱 嘴上不说 心里早就酸成老陈醋的零度打开电脑 查起了情敌的资料 醉妖二 天才设计师 男儿生女儿心 这都是什么鬼 石维一口味也太重了 零度心想背后查资料不是我的作风 我要正面刚 零度来到石维一房间 石维一想 正好可以汇报一下工作室禁止 去书房吧 就在这吧 我等会直接睡了 夫妻分房睡违反的结婚契约 七爷 你人格分裂 之前我每晚去找你都吃闭门羹 我是小撩金 又不是舔狗 石维一气场聊你 零度下意识后退半步 我不需要你撩我 更何况你未必真心 说吧零度转身背对着石维一 石维一不爽真心遭质疑 他上前抓住了零度的肩 一脸委屈 我怎么对你就不是真心呢 零度顺势握住石维一的手指勾勾盯着他 心里还是在一方才着宝说的话 可现在这种情形他也不好继续问 下一秒松开石维一的手 早点休息 心想着等长天调查清楚石维一在做打算 随后他转身离开 留下一脸懵圈的石维一 回到房间的零度有点后悔跟石维一吵架 嘖嘖 这个口是心非的家伙 四日早晨 零母为两人备了中药补身子 文言零度阴阳怪气 给他好好补补吧 之前在石家没少亏了身子 免得性格发育不完善 过于敏感 企业才敢好好调理调理 免得多情多心多梦多虑多意多变 干了 谁不干 谁是小狗 零母尴尬看着两人斗嘴 这两人前不久才永迟问 现在又闹哪一出 石维一突然起身 母亲大人 我约人了 先出门 然后回头看向零度 七爷 我会晚点回 请给我留门哦 此时零度一副生气了 怎么都哄不好的样子 见零度毫无反应 石维一只好先走 太难搞了 这个男人比上一世还难哄 零母真心为儿子抓狂 老婆给了台阶不下 反而还要跳到更高的地方 怕摔不死你哦 果然我生你的时候 忘记给你生情伤了 小别扭零度 嘴里嘟囔着 我又没让他低头 看来零总还不知道 什么是虐欺一时数 追欺火葬场 豪门少奶奶拿着老公给的五百万 竟然跑到快餐店做起了厨子 早上还在傲娇的零度 竟然跟踪石维一来到了汉堡店 正当他和师兄师姐举杯欢呼之时 他闪亮登场 你们好 我是唯一帅气的老公 零度 石维一意外 你怎么来了 师兄师姐身头为官 此时零度笑得比哭得难看 心想这女人借了五百万 竟然跑来这垃圾食品店当厨子 零度坐下 石维一为他介绍师兄师姐 据说师姐跟师唯一还是过命的交集 看着他们的相处 零度看出石维一确实是真性情的人 不像是会背叛 欺骗那类人 就在此时零度感受到了一股寒流 坐在对面的师兄的眼神 像极了老丈人见女婿的仇事 七爷 你认识那么多青年才俊 给师姐牵个红线呢 文言零度一脸疑惑 因为他以为师兄师姐是一端 师姐摆水 别逗了 老鸡的孩子都上小学了 沉默了许久的师兄终于开口 师妹 你刚才叫林先生七爷 夫妻间这称呼正常吗 霍曹 谁说师兄不是审讯街大佬 就这一句话就能看出端倪 为了打消师兄的猜语 石维一立马上前抚摸着零度的脸 我们都是七爷阿度老公肚肚肚打脸 换着叫的 零度OS 石维一你还挺能颠的 三言两语似乎打发不了师兄 关键是零度对师维一的态度 让师兄觉得他一直在防着他 两人的关系被师兄一语道破 石维一回想起零度对自己的态度 确实像师兄说的 难道他怀疑我嫁给他是有目的 师姐突然大叫 我想起来了 林先生 我看见过你和齐末堂的绯闻 你该不会是行婚吧 零度诧异 是哪家营销号造的窑 我炸了他 师姐激动拍桌 林先生 请证明你是直的 证明你爱我师妹 现在 马上 林先生叹了一口气 拿起眼前的二锅头 一口就闷了下去 酒壮索然的 下一秒他揽过师维一的脖子 吻上了他的唇 突如其来的吻 师维一有点反应不过来 可下一秒他立马反客为主 两人的粉红泡泡充斥整个餐厅 这内容不付费 确定咱俩可以看吗 放心我们是正常的婚姻 夫人 既然师姐怀疑我和齐末堂的关系 不如让齐末堂和师姐见一面 让师姐亲自审 随后林度把好兄弟卖给了师姐 这是她的名片 晚上林度抱着醉成狗的师维一回到房间 林度都佩服她这酒量 竟敢干掉一瓶福特家 不知道是酒醉还是灯光 师维一显得有点好看 林度脸红刚才餐厅发生的一切 她道歉道 当时突然亲了你 冒犯了 我以后不会那样做 文言师维一清醒坐了起来 扯住林度的领带 不 你要继续保持 天啊 这女人你是在点火吗 说时时内时快 师维一已经把林度扑倒 我们先聊一下正事 你找人调查我了是吧 既然你都察觉了 我就告诉你 哈哈哈哈 师维一笑得有点狂 你的人太老了 我们都结婚两个月了 啥都没查清楚还我清白 林度啥眼 这女人这轻奇的脑回路怎么回事 随后林度坐起了身 正想要解释自己 师维一用指尖堵住她的嘴 不 不用解释 反正亲者自亲 说着师维一紧紧抱住了林度 林度正主 我查你 你不生气 因为我喜欢你 就喜欢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多瘾 傲娇 别扭 不可以只喜欢你的帅气多精 突如其来的告白 林度的小心脏 疯疯乱跳 气氛都到这了 林度不客气 抚上师维一的脸 你尽管放马过来 我奉陪到底 师维一get到了 这是求偶的信号 来 往这里亲一个 说好的奉陪到底 林度你这个送货还薄 听说多做广播体操 有一身心健康 林度的脸瞬间泛红 没给她反应时间 师维一就直接用嘴教训她 这个女人竟然戒酒行凶 不 女人你抢我 难道我的爸总形象 一夜崩塌了吗 不 我要反击 只见林度抓住 师维一的手臂 顺势推倒她 女人 这是你自找的 林度的唇渐渐靠近 师维一突然用手挡住 等等 我喝酒了 先去束束口 喂喂 女人你有没有搞错呀 气氛都到这了 你想逃啊 就在此时 师维一已经睡过去了 林度无奈为她盖上被子 当她起身准备离开至极 师维一突然拉住她的手 林度有点想开心 看来今晚能有美人暖床啊 这可是你主动的哦 30岁老父亲一言不合 后妈为拯救季子勇闯孤岛 这天师维一手丝扎男前未婚夫狗爵 本想去勾搭醉妖儿 却阴差阳错成了她的走秀模特 泪成狗的她回到家 突然想起了好多天没见过卓宝 询问之下得知卓宝被林度这个家伙送去进士训练 为了去陪卓宝 师维一决定找林度谈判 此刻林度正在泳池里快乐玩耍 远在国外拍戏的齐末堂打来视频电话 她怒斥林度给她安排的相亲 恋爱是什么 本影帝只想搞失业 要不你先把墨镜摘了 果然影帝大大失恋你会哭成狗 林度 别觉得你拥有了爱情就了不起 爱情成可贵 自由价更高 爱情是什么玩意 能吃的吗 老婆也没什么特别 除了长得漂亮 乖巧聪明 随口能飙乱七八糟的外语 传统女人的缺点 什么三从四德 相夫教子 她都会 你说欺人不欺人 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她抱起来真的好软 其莫同真子 被林度的凡尔赛 倒击的不是一点点 就在此时远处有讲故声 林度秒懂 向白青霄扔去浴袍 你嫂子来了 快滚去穿衣服 林度 你找我有事 这男人的身材要不要那么浪 石维一瞬间脸红 话都不会好好说了 你 你游完了吗 林度见石维一主动找他 布料一下都对不起自己 还没呢 怎么 要一起吗 正当石维一想上前说 正是石脚一滑 林度立马将差点摔倒的 他揽入了怀里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就是你头发的水滴进我眼里了 你先放开我吧 下一秒林度像小狗一样甩着头发 林少 你也太幼稚了 石维一 你在玩欲擒故纵吗 随后林度抱着石维一坐下 收好你的野心脸的又菜又爱了 我哪有什么野心 有的只是一颗爱你的心 这女人有毒 好吧 说说找我什么事 我想去浸试陪卓宝 林度挑眉 女人你有点勇敢 可是你要知道 浸试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石维一一脸天真 听说那是个离心岛上的小房子 用来给卓宝做训练场 难道岛上还有吃人的怪兽不成呢 林度眼神诡异 你猜 林度 你不是那么变态吧 石维一来到离心岛对岸 风往岛上的路 是座没有任何防护栏的浮桥 更可怕的是 狐狸竟然养满了鳄鱼 林度你果然是大变态 居然在儿子的训练场周围养鳄鱼 就在此时被流放的茶妹突然登场 少夫人 妻也养的这些鳄鱼 都是吃活物长大的用 你可得小心 哎呦 少夫人口口声声说 小少爷是您亲儿子 不会这点苦难都克服不了的 茶妹这张嘴 中书都恨不得撕碎他 石维一白了他一眼 就你话多 就在此时一条小可爱 突然朝市维一张开了满是尖牙的小嘴 少夫人小心 只见石维一一抬脚 你们的小可爱 毫无一声 被踩在了脚下 下一秒他拔出双腔对准小可爱 这行云流水的一系列操作 让茶妹惊掉了大下巴 就在石维一正想将小可爱送走时 中书提醒 老夫人还病着 忌讳杀生 好不容易回过神的茶妹又作妖 对啊 少夫人你还是老老实实走富桥吧 万一杀生损了老夫人的应得 你恐怕担待不起 只是可怜了小少爷 有妈像没妈一样 就在茶妹一脸精彩云云时 人已经不见了 同时上方响起了直升机的声音 只见石维一已经坐在直升机上 看着下方 深目 你废话太多 你的CPU怎么还没炸呀 科技已经发展得这么先进了 谁还用脚走啊 看来你脑子不太好手 哈哈哈哈 茶妹背对到脸都略了 你凭什么坐上专属企业和夫人的直升机 石维一甩她一个帅气的眼神 就凭我会开 话那么多 你就吃点叶子不不话 茶妹嘴里想骂人的话千千万 可惜人已飞远了 就在此时刚才那只小可爱 对着茶妹露出了善意的威胁 可能她想跟她做好朋友 茶妹强烈拒绝 三岁萌宝不但要学会开枪 还要学会开坦克 佐宝看到石维一高兴坏了 立马委屈出嘰嘰嘰 妈咪你怎么才来看佐宝啊 说起来也奇怪 石维一对卓宝有种说不出来的亲近 才认识几个月 却有种母子连心的感觉 好了 乖 不哭 咱们回家 不行的 师傅说了 完成课业才可以回去 就在此时训练室的门自动关上 石维一OS 踏马的这个地方进来困难 出去也困难 石维一看着墙上的机枪 卓宝 你都学会了哪些型号 没有很多 也就K47 MG4 HK416 汤普森M192机枪 卓宝巴拉巴拉说了800多种KK将都记不住的机枪 最后一脸兴奋道 下个月 师傅就该教我开坦克了 石维一一脸不可思议 怪不得零度不让我上道 这哪里是在培养小孩子 分明是在培养一台疯狂的战车 就在此时卓宝 饿得咕咕叫 卓宝你没吃饭吗 下一秒卓宝晒出师傅的拿手绝舞 红烧排骨 石维一傻眼 这哪里是排骨 分明就是黑炭 天啊 这是要害人的节奏啊 就在此时那个传说中在北非第三战场上流过血 为地下军队迈过命的陈周生来 黑眼前这位跟传闻完全不服的邋遢大叔是谁 为女子和小人难养也 慈母多败 灵气也该好好管管自己老婆 陈老 关于卓宝的训练 我想跟你谈谈 厨艺差也不能害人了 卓宝在长身体 你给这黑暗料理他吃 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陈老心脏受到了一年暴击 确确 也太好看了 话都不会说了扭头就走 十分钟后 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进来 你好 林夫人 李人姓陈 明周生 小卓的师傅 十位一顿时下掉了大下巴 大哥你哪位 能把陈老还回来吗 此处 钟书给大伙解释一下 虽然大家叫他陈老 实际他也才三十五岁 只是平时不爱打扮 正在监控室看得心痒痒的灵度 一脸醋意 然而白青霄却长了一张会说话的嘴 哥 你头顶的颜色看上去挺鲜艳哦 乖 去把门关上 白青霄傻傻关上门 哥 为什么要关门了 只见灵度摩拳擦掌 最近你是不是筋骨不太舒畅 老哥给你按摩呀 两兄弟防媚相亲相爱的声音 此起彼此 半小时后灵度通知助理准备东西出发离心的 表示去补蜜月 顺便吊吊鳄鱼 呵呵 七爷 你的口味好重哦 书一夜 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 卓宝勉强找到了一个小角落 都快被灵度挤没了 快点睡 我和你妈咪还有重要事情要做 不要了 我就要妈咪抱着睡 父子两针的见面就掐 突然石维一手机响起 喂您好 原来是罪妖二的助理仙月打 他话里话外就是希望石维一贿赂他 才能给他工作机会 石维一知道上一世 他就是陷害罪妖二的罪魁祸首 他更不会惯着他 仙月姐放心 我绝不是那种花钱上位的人 我会凭本事保住名额的 见石维一没有如此几愿 仙月恼羞成怒 对着手机另一头的石维一 劈头盖脸一顿教训 石维一可忍零度不可忍 他拿起电话不带赃字的教育了一番仙月这个小宝杂 一旁的卓宝也帮腔 敢欺负我妈咪 卓宝要让奥图曼代表月亮消灭 仙月骂不过 只好挂断了电话 这一家子神经病 石维一想调出仙月身后的幕后主使 不能现在跟他正面刚 所以得忍 于是他找零度商量 蜜月下次再补 等他赚钱了就带他去夏威夷度蜜月 你再给我花大饼吗 零度有点小失望 但又死要面子 我明天也有工作 那就个忙个的吧 石维一立马就意识到零度生气 他指尖轻轻勾过他的下巴 轻声细语道 七爷 生气了 被看穿的零度推开石维一的手 大声道 我有必要生气吗 管好你的爪子 生气了 果然生气了 石维一立马给零度一个大雄抱安慰 你们有谁考虑一下佐宝的感受啊 这是我见过最牛逼plus的亲爹 认不出儿子 记错儿子生日 这些都是小事 今天接儿子放学竟然把儿子落下 自己开车走了 故事开始 餐厅里石维一给小陈庆祝通过爱豆养成班海雪 他打算给他找个王牌经纪人 目标锁定了斑马影业王牌经纪人蒋冰冰 不过近年来他几乎在娱乐圈销声匿迹 最近有消息传出他跟老公正在打离婚官司 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更巧的是蒋冰冰的女儿是卓宝的同学 于是石维一想借借卓宝放学的机会接近蒋冰冰 四日下午 石维一跟着零度来借卓宝放学 两人闲聊中得知齐莫唐对一个见义勇为的女生一见钟情了 现在发了疯一样满世界找人家 看样子齐隐币也是个恋爱帽 为了不耽误你师姐 我建议给他另外再介绍高富帅 石维一同意 但师姐现在在国外执行任务 等他回国再说 石维一左顾右盼等着蒋冰冰出现 突然零度关心起他的工作室 石维一兴奋分享他的劳动成果 旗下的模特在一些秀场保持活跃度 而他最近在看一位国际著名设计师 零度一问 你不亲自走秀 石维一震惊 不不不 我不走 毕竟大秀当天他是要跟人撕逼的 怎么可以让零度看到他张牙舞爪的模样 零度一下子就嗅到不寻常的气息 心里暗暗决定非要去看看不可 就在此时幼儿园门口走出来了最后一个小朋友 他就是蒋冰冰的女儿恋恋 零度是唯一两人原地傻语 所有小崽子都走光了 卓宝呢 爹地 妈咪 只见卓宝快乐地撸着串站两人身后 卓宝都站你们身后五分钟了 来吧 我亲爱的爹地妈咪 卓宝请你们吃我最爱的串子 垃圾食品不卫生 票令太高 下一秒一家三口快乐撸串 七夜我说你打脸的速度也够快的 石维一一眼就看出卓宝心里的小九九 明显就是在拖延时间 好等到小恋恋父母来接他 卓宝还羞撇过头 我没有 我是小班长 有看护同学的责任 那卓宝承认心里有他了 故意会讲冰冰来了 恋恋开心奔向妈妈 目标人物出现 石维一让灵度先带卓宝回家 他要去找恋恋妈咪熟悉一下 顺便帮卓宝约恋恋到家里玩 灵度开始破卓宝 看吧 你妈咪巴不得赶紧把你嫁出去 还是爹地好 上车 爹地亲自带你去游乐园 卓宝乖乖听话 先把垃圾丢进垃圾桶 就在他还在担心恋恋的时候 车门一关 休一声 灵度开车走了 五 左宝哭晕当场 爹地的心好大呀 你是旺仔牛奶喝多了吗 这边蒋冰冰抱着熟睡的恋恋回到家 就在他要开门瞬间发现门是打开的 只见他那扎老公的保镖大山站的 一脸猥琐看向他 大山逼迫他签离婚协议 并让他放弃女儿俯养权 蒋冰冰死活不从 见状大山恼羞成怒对蒋冰冰动手 老女人 敬酒不吃吃罚酒 就在蒋冰冰快要绝望之际 石维一从大山身后用铁棍勒住她的脖子 大哥 欺负女人算什么汉子 下一秒石维一一个漂亮的过肩衰 大山飞出了三明远 石维一来到他面前警告道 不想段子绝孙就老老实实记住我说的话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回去告诉你老板 这婚冰冰姐离定了 财产属于她的一分也不能少 还有孩子 她要定了 石维一扶起蒋冰冰 最后让大山转告马兴 跟小三出门得小心 坏事做尽报应很快就到了 大山想说点什么 石维一根本不给他机会 一抬脚就把他踢飞 给我滚 随后大山落空而逃 蒋冰冰从石维一出现那一刻 就认出她是临时的少夫人 谢谢你 可是你为什么帮我 石维一表示 我们家着宝和恋恋式同学 下一秒她抱住蒋冰冰并安慰她 别怕 坏人被我赶跑了 此刻蒋冰冰终于蹦不住 泪水不由自主滚下来 没事举手之劳 没下找你吧 接下来一个小时 石维一表明了真实来意 想请她出山当小城的经纪人 一开始蒋冰冰已自顾不暇拒绝 可石维一向她保证帮她顺利离婚 并拿到全部财产 还有恋恋的抚养权 经过再三思索 蒋冰冰相信石维一 并答应事情顺利结束后 就如她愿当小城经纪人 女人正在看小电影 被男人意外撞见 当场射死 石维一为了让蒋冰冰当小城的经纪人 她不惜黑了蒋冰冰老公马兴的手机 发现了她今天秘密 她出轨的对象不止一个怀孕的小三 还有小四 恐怕小五 小六也不在华下 正当她在窃听的时候 声音太刺激 石维一的耳朵受到了一点的暴击 就在此时灵度突然推门而尽 石维一尴尬的能偷出个三十两听 七夜欢迎回家 我在看电影 此地无垠 灵度那看穿一切的眼神 拔掉耳机线 OMG 哪里 哪里可以关掉 石维一慌张 灵度尴尬 啪一声 直接关机 太射死了 七夜如果我说我在看艺术片 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变成了动作片 你信吗 呵呵 鬼才信你 不过成年人这点需求还是能理解 七夜请问你这是嘲笑我吗 给你一个眼神自己体会吧 下一秒石维一直接挂在灵度身上 反正都这样了 要不不如石捕 石捕不如教捕 灵度像安抚狗子一样摸了摸石维一的头 乖 这力度可以吗 什么鬼 人家要轻轻 抱抱 举高高 灵度傻眼 我是许愿池里的王八吗 这么多要求和期待 我不管 你今晚就是我的 说着石维一把灵度推倒 控制在身下 七夜 我要修改条约 往后每天一个抱抱 隔天一个亲亲 要是你不答应晚上我就闹你 灵度无奈又无辜 要不是那晚你醉成狗 我们早就那啥了 石维一一秒不懂 原来七夜对我还是有想法的 难道我不能对自己老婆有想法吗 更何况是你主动的 都到这一步 石维一你居然怂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灵度笑笑 你装什么狗屁纯情 石维一推开灵度 石维一这是欲情故纵吗 七夜你就憋着吧 毕竟太容易被我得到 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女人 你最近有点飘了 四日 石维一早早来到了 马兴偷情的酒店蹲点 看着屏幕前的狗男女 石维一快原地爆炸 下一秒拨通了110 警察叔叔 你好 我举报辉煌大酒店 有人嫖娼卖你 风声也给狗仔放出去了 双管齐下 这回马兴插翅难飞 警察叔叔效率真快 一会功夫就赶到现场 抓马兴的措手不及 狗仔们也是很近面 早早就备好了 各个拍照角度 保证360度无死角 不止这个 石维一还悄悄告诉狗仔 马兴的那个女人好像怀孕了 这大瓜呀 婚内出轨之小三怀孕 这当然比嫖娼劲爆 不出所料 马兴的丑事罢评了个大头条热松 接踵而来的就是 马兴的各种违反犯罪被拔 最后他进去了 随着马兴入狱 斑马影业一度陷入丑闻风波 蒋冰冰临危受命 重振斑马 堂堂临是主母当众跟人死 傲娇老公不但不出手 还看得津津有味 走秀结束 罪妖儿带着模特走壁 一位黄毛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上来就指责罪妖儿抄袭 说得天花乱坠 在场吃瓜群众不明 所以狂吃瓜 先月一脸得意奸计得逞 这剧情根本就是 岸上一诗的剧本走 灵度毫无表情 坐等好戏上演 就在此时黄毛突然冲向罪妖儿 抄袭狗 拿命来 此时石维一挡在罪妖儿身前 灵度一脸紧张 下一秒石维一 伸出两米的大长途 黄毛瞬间摔了个狗啃 石维一回头恶狠狠看向黄毛 说罪妖儿抄袭 你倒是拿出证据 一旁的罪妖儿震住 这妹子怎么比我还生气呢 黄毛立马站了起来 面对媒体大众 我叫亚历山大 是罪妖儿设计衣服的枪手 说吧大手一挥 扔出一叠这次大袖衣服的手稿 罪妖儿还在好奇黄毛 怎么拿到手稿的时候 石维一就率先出手了 他质疑他既然被收买 怎么又出来举报罪妖儿 黄毛真会编 说罪妖儿恪扣他70%的酬劳 导致母亲没钱及时医治过世 罪妖儿一脸大写的无辜 我不认识这个人 他诬陷我 可是黄毛身位俱下 无脑吃瓜群众信以为真 站起来声讨罪妖儿 一名男一男朝罪妖儿丢水平 石维一徒手接住水平 既然你说这些都是你的设计 那你说说设计里面吧 黄毛支支吾吾勉强 说出了BLM的设计里面 石维一勾纯一笑 嘲讽大 你自称原创者 就只能说出人人知道的广告 接下来石维一慷慨陈词 演讲了篇五千字作文 将最妖儿的设计理念 阐述的那叫一个精彩绝伦 Amazing 最妖儿都惊呆了 这妹子比我还了解我 这女人怎么可以对别的男人这么伤心 我们结婚也没见她这么激动 零度顿时气压有点低 附近空气骤降一板步 这盘棋已经设好 是时候轮到正主上阵了 妖儿姐 干他 不如我们根据BLM的设计理念 各自设计三套衣服 让在座专业人士评一评 黄毛咬牙切齿同意 其实内心慌得一品 台下先月更慌 毕竟黄毛几经几两 他最清楚不过 朱安不忍闹剧继续 令保安赶紧把黄毛弄走 林柱吃笑一声 朱总 你得相信自己的设计总监了 何况这一阵况直播出去 肯定流量爆棚 对对对 林总说的是 让林总见笑了 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分钟 两人比试结束 罪妖二还是那个罪妖二 设计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可黄毛那四不像的设计 太能打脸了 此刻林柱知道 石维一这局已经稳操胜圈了 要不给个机会 你再挣扎一些 还是你去自首 或许还能减刑 黄毛终于怂了 主动供出了同谋仙月 罪妖二四处张望寻找叛徒 可不知道何时仙月 已逃之夭夭 现场真不缺嘴碎之人 竟敢在背后谈论石维一 说他爱出风头利人设 可以躲在角落里沉默 但不要诋毁和嘲笑比你勇敢 说吧林柱给了他们个眼神 自己体会体会 是 非常抱歉 事情告一段落 罪妖二感谢石维一帮助 并询问他原因 石维一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我想要你 罪妖二傻眼 随后话谈到一半 罪妖二被审查小组 请去接受审查 妖二姐 等你结束调查 记得联系我 石维一又完成一桩大事 松了一口气 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玩得挺尽兴的 林柱他没走啊 只见林柱缓缓走到他身边 你外套吗 哎呦 性感无罪 大夏天这样凉快 而且多好看 七爷何必在意我穿不穿外套呢 林柱内心促成狗 我的女人只能我看 其他狗男人凭什么看 嘴硬的他却说 有伤风化 拜托七爷 大清已亡 待会我还要穿这一身参加晚宴 什么 林柱瞬间不淡定了 他脱下西装外套 强行给石维一披上 七爷 你的衣服跟我的不搭 不管石维一挣扎 林柱男友力爆发 直接就将人扛肩上 你干什么 我订了酒店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深入交流交流 石维一羞红了脸 不好吧 那么多人看着 管他们看不看 我抱自己老婆还得征求别人同意 不行 我也是要面子的 别乱动 摔下来我可不负责呀 突然媒体记者一拥而上 请问林夫人第一次参加总秀吗 林总是来给林夫人捧跑的吗 林度一秒切回营业模式放下了石维一 面对媒体石维一大方做的 我很荣幸参与这次总秀 随后林度凑到石维一耳边 今晚我们一起睡 免得同床异梦 石维一没反应过来 林度猝不及防吻上了他的唇 这是公然撒狗粮的节奏吗 记者朋友当场死亡 死因 被狗粮撑死的 女人一觉醒来惨遭网暴 只因他路见不平达道相助 石维一从美梦中留着哈拉子醒来 林度一脸不解看向他 泽泽 女人 你惹事了还能睡成猪 哎服了呦 话说那个娘娘腔的事情 你怎么就这么伤心 那不不叫娘 那叫个姓 况且她是我的摇钱树 我看你微博特别关注了这个人 我以为 石维一惊讶 七叶这点隐私也不给 你偷偷看我微博了 林度回头瞅了他一眼 你要不看看你娶的到底是什么虎狼二比 林度床上唯一的老婆 这个嘛 我可以稍微解释解释 七叶的后宫里 什么杜爷的在讨小娇妻 林度我老公 个个都是取名小高手 那我这个正宫娘娘岂能说呢 好吧 你的演讲完毕了 你出大事了 说吧林度随手就将手机抛给石维一 先月那小表杂发微博 控诉罪妖二杀人了 还将一段不知真伪的录音功之于众 上面还有来自成千上万的水军 网爆罪妖二的同时 还将枪口对准了石维一 石维一一脸淡定欣赏玩喷子们的签字文 表示这种程度还能承受 文言林度都不知道说他大度 还是说他怂 下一秒霹雳啪啦的打字声 我能承受 并不代表我妖女 骂人而已 谁没修炼过 让姐姐教你们怎么骂人不带脏子 草率了 我这是娶了个祖安老婆 站你吧 喷子们 骂完还不够过瘾 石维一马上补了一条微博 还将黑粉全部拉黑 石维一杀疯了 简直不要太爽 喷子好解决 现在先月控告罪妖二杀人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破 石维一早就想好了 打算将先月先前贿赂他的音频发到网上 大家应该不会相信人频有问题的 反正罪妖二已经报警 我就坐等水落石出 石维一对罪妖二的盲目信任 灵度表示不紧 石维一立马惺惺念 那是女人对女人的直觉 灵度一直以为 她的重口味在此处得到了和解 就在此时罪妖二发来信息 请石维一到酒吧见面 石维一收拾了一下准备出门 出门前还不忘在灵度脸上揪咪了一口 灵度表面虽然不在我 背后也没闲着为媳妇讨归功等 他早早就安排小力兼听 他坦言了帮助罪妖二是希望他能成为小陈的专属服装造型师 罪妖二瞬间松了一口气 差点以为石维一缠自己身子 太单大了 我和我老公安爱得很 并不打算找外遇 好一顿狗粮从天而降 两人经过了一轮交谈 石维一跟罪妖二保证一定帮他证明 罪妖二感动不已 全世界都觉得我是骗子 可林夫人还愿意相信我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交朋友 不要太崇拜我 更不要试图报答我 那样你将永远无法评述 午夜某公寓 做尽坏事的仙月躲在家里的某个角落瑟瑟发怒 他给赵汉东拨通电话求救 怎料赵汉东对他一阵敷衍不后便挂断了电话 就在此时 大门被打开了 仙月万分惊恐缩成了一团 仙月小姐 只见小丽拎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晚上好呀 这人好像要来嘎你腰子 男人带女人参加情种大兄弟的生日宴会 专门给他挑了一件最丑的礼服 然而女人对礼服却十分满意 这套呢 开刹太高 那这套呢 上半身太暴露 这是我最后一套 总可以了吧 怎么胸前少一块 价格少一半吗 时为一仅有的三套礼服都被大促亡灵度讽绝了 最后给他选了一件 我得严严实实的礼服 这款是真的一言难尽 可是唯一还夸赞灵度 论品位还得欺业啊 甚至提裙摆的卓宝也是满脸运气 三张大红牛递到卓宝面前 去吧 去吃点心吧 大兄弟齐莫堂 正在交流恋爱心得 文言灵度忍不住嘲笑两人 一个经常被甩的人给一个母胎单身讲爱情 还真的一个敢讲 一个敢听 灵度得意作响 怎么 四春大叔 生日宴搞得婚礼啊 那个女孩找到了 婚个屁啊 我连他人都没找到 白青霄突然关心时唯一的工作室和小陈 灵度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 死死盯着白青霄 就在此时时唯一留意到了不远处的服务生 原来是她的师姐 下一秒她找了理由适陪 见她起身灵度抬眸 眼神透着横利 你敢拿下披风就死定 哈哈哈哈 这错王真是服了 白青霄像是发现什么事的 笑咪咪的 原来嫂子的礼服是哥你选的呀 灵度满脸黑线 怎么 有意见了 白青霄顿时怂了 不敢不敢 最近暗网排名第一的深海刺客组织 下达了叶鸽子首领Z的天价追踪令 还有最近螺丝粉和鸡丝又开始作妖了 竟然搞起了人口贩卖之类的声音 是唯一不屑这种人 不知道又想干什么坏事 走 不管她做什么 过去撕了她 一群人故意对简单冷嘲热乎 简单受不了想出去透气 十维一出现拉住简单 看向众人 介意我和你们同桌吃饭吗 说吧她坐下劝简单淡定 先看场好戏 十维一回忆起了上一世 她跑龙套时期就接受过简单的恩惠 帮助她一是为了报恩 另外是因为冰冰姐说过她是一位有实力的好演员 想帮助蒋冰冰挖到她 不过现在她还没火 师姐上场接到红酒之际 将狗妃栽赃的项链偷龙转缝 狗妃矫情的夹子音响起 喂 我的好闺蜜 你来找我吗 十维一一点面子也不给 直接就对她 我们认识吗 找你当闺蜜恐怕眼睛不好使 红发女扑呲笑出声 飞飞 事项太难看了 师姐捡起掉落的包环给简单 见状时唯一得知师姐得手 傅小纯突然走到十维一跟前攀关系 假意问候小纯 让在场的人都误会她跟小纯是情侣关系 纷纷称赞两人简直金童玉女般配得很 没有没有 我跟小纯只是单纯朋友关系 我哪配得上林夫人的弟弟啊 这茶言茶语 十维一看不过眼 非要给她断了这个念想 傻丫头 以后别这么说 毕竟交朋友吗 哪有高低贵贱之分 又不是谈恋爱 傅小纯瞬间射死 十维一继续进攻 小纯啊 希望你好好劝一下小纯身边那些不自量力的女孩 个个都装出一副很熟的样子 在场的人都能听懂她深层的意思 忍不住笑出猪叫声 还真会自编自导自言 结果脸被打得啪啪响 傅小纯心有不甘朝狗飞使了个眼色 接下来才是她的重头戏 下一秒委屈兮兮擦拭着眼睛的泪花 各位对不住 我有事先走一步 没走两步就听到一声尖叫 我的项链不见了 狗飞立马站起来帮枪 哎呦 那是地府尼当季限量款 五万多呀 你好好找找 两人拙劣的演技被视为一眼看过 她默默看着两人装可怜博同情 狗飞突然走到简单面前 提出要搜她的包 还不忘嘲笑她浑身上下都是不足三百的地汤 必有所指就是怀疑她偷了项链 娱乐圈出了明白高采低 简单很被动 傅小纯的楚楚可怜 狗飞的咄咄逼人 在场的人几乎都坚信项链就是简单偷了 就在此时视为一站了起 深圳不派影子鞋 啥 视为一让简单尽管把包给他们搜 狗飞兴奋冲上前 那就由我来代替小纯搜吧 随着包里的物件全数掉落 并没有他们说的地府秘项链 反而有个很乍眼的蓝钻印入众人眼帘 识货的人一下就看出了那是今年售卖的高底 价值八百多万了 简单一眼就看出这是时为一有心帮助了自己 狗飞自知陷害不成恼羞成怒 冲简单怒吼 你这个平民女孩怎么买得起高底 这个项链是假的吧 刚好这一切惊动了时尚杂志主编前一资 他还是国际著名珠宝鉴定师 他拿起蓝钻项链一看 是真的 狠狠打脸狗飞 时为一连连拍掌 真是一出好戏 着实精彩 栽赃不成改撒谎了 这么一来 傅小纯的清纯形象瞬间崩塌 原本想跟狗飞搞好关系 才答应跟他联手教训简单 没想到事情发展成这样 为了挽回最后一点点尊严 他低头跟简单道歉 还把锅直接甩给了狗飞 傅小纯始料不及的倒戈相向 让狗飞不知所措 接下来两人互掐了情 这狗打狗也是精彩绝容 可是维一才没空看狗打架 他要进行下一步计划 美女要不要喝一杯啊 结婚了188天的两人 终于把车开上了高速 几天前 时为一击致视破了狗飞和傅小纯的奸计 收获了一枚未来影后闺蜜 不久后赵汉东这个贼子 也被警察叔叔带走 最妖儿的抄袭风云终于告一段落 时为一猜想事件背后 肯定有灵渡的手笔 晚上时为一将灵渡拉着坐下 给他放松放松 七夜照汉东的事 应该是你在背后推不住篮吧 原来是这件事 你猜对了 不过不用感动也不用道歉 傲娇的灵渡为媳妇出头还嘴硬 我只是看他不说 你别想太多 时为一停下手中动作 突然从后面抱住了灵渡的脖子 灵渡 抱歉 自打我们结婚一来 我都没帮上什么忙 都是你一直默默把一切安排妥当 时为一满心满眼的感动 甚至心疼这个默默付出的男人 灵渡伸手抚摸着时为一的脸安慰他 其实你也帮了我很多 大家都有目共睹 说着灵渡躺在了时为一的大腿上 今天的灵渡像只顺毛的猫 时为一从未见过他这般安静 突然灵渡抬手挡住了眼睛 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 此时那年他得了怪病 虽然母亲告诉他那只是普通的试睡症 但他不这么想 因为每次睡醒 他的一部分记忆就会缺失 甚至更诡异的是每次他醒来 庸人们脸上都多了一些明显的伤痕 还有对他极其恐惧的眼神 18岁那年他甚至沉睡了三年之久 幸运的是从那以后他算是痊愈了 可总觉得丢失了一件宝物 却无从寻起 在这段生病的时间里 他忍受着病痛折磨 甚至没有朋友 没有爱人 没有寄托 渐渐地就变成了对所有事情都懦不关心 直到遇见了是唯一 灵渡重新获得感知力 在与他的相处中 他的身心都在变化 可本能又告诉他 前方等着的不知道是救赎还是地狱 所以他在两人的关系里不断犹豫该不该前行 随后灵渡坐了起来 他倒数时唯一 他对他的爱是浅薄的 再浅薄也是爱 他知道这份爱有点扭曲 有点变态 眼看灵渡能敞开心扉 时唯一很是新闻 他捧起灵渡的脸 没关系 我会用真心镇住扭曲 用爱克制变态 时唯一态度坚定 今夜的承诺将用余生证明 面对时唯一突如其来的表白 灵渡心动不已 下一秒毫不犹豫吻上了他 一切犹如暴风雨来得那么猛烈 李星告诉我 他不是一个合适的对象 我甚至可以选择离开他或是分手 但是很遗憾 自由一直杀不死我对他的感觉 明明没有查识他的身份 明明不可以 可我骗不了我自己 无论再怎么防备 终究还是沦陷了 忍不住想要靠近他 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融化 清晨 时唯一盯着灵渡的睡颜 他不敢相信两人已经是真正的夫妻了 昨晚的那一幕幕的粉红泡泡瞬间浮现他眼前 哦 太害羞了 忽然一只大掌把他拉住 下一秒他被摁倒在床 灵渡深情看着他 这么早就醒了 他拉起他的仙仙玉手轻轻吻了上去 再回味了 怎料下一秒时唯一羞愤的抄气枕头扔向灵渡 回味你个大头鬼了 就在此时是唯一的手机刑起 不过这么一大早谁啊 有点扫兴哦 女孩打算瞒着霸总老公调查母亲的死亡真相 时唯一灵度蜜蜜症农却被一条短信打断 发短信的人正是母亲的好友余悟阿姨 当年母亲离世后 他便失去了消息 如今却突然主动联系上 两人相约时唯一母亲乔莫莉目前 余悟懊恼忏悔着 他说对不起乔莫莉 当年他被派出外地出差 回来的时候乔莫莉已出世 更奇怪的是当他提出要看乔莫莉的诊疗记录时 却惨遭开除 闻言时唯一百感交集 他也想知道这些年余悟去哪了 所以不得不离开了京城 看着眼前憔悴的女人很难想象 她是当年那个爱美的余悟阿姨 时唯一心里也不好说 余悟表示机缘巧合之下 得知时唯一现在是邻家主母 知道时机到了 所以他就算不得好死 也要告诉时唯一他所知道的意见 听到余悟说不得好死这么严重的字眼 时唯一大概猜到这背后 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余悟告诉时唯一 他妈妈的死并非肝癌 而且当时查出来的时候也不算满 配合治疗康复率还是很高的 时唯一回想起当年 确实如此 身为医生的妈妈得知自己生病 并不是太担忧 反过来安慰我们 还说等他康复了 全家人一起去度假 只可惜没过多久 他的病情就变得控制不住 最终撒手人寰 唯一 阿姨没法调查当年的真相 不过凭阿姨的专业知识 能感觉到蹊跷 随后他递给了时唯一手机 上面是两张X光比对头 时唯一眼睛瞪得很大 这是人的肝脏 没错 这是你妈妈的肝脏 有一处 甚至直接被蚕食了 而且两张图变化的时间 你猜经过多久 时唯一猜测 两个月 一个月 半个月 难道是一周 都不对 是一天 这晴天霹雳的消息 让时唯一整个大脑都当机 甚至站都站不稳了 这种病变连普通人都知道 不可能一天就完成了 所以唯一我敢肯定 有人对你母亲身体动了手脚 比如病毒实验 时唯一觉得的确有这个可能 不过当年妈妈的主治医生 杨叔叔给我们看过的片 好像不是这个 也调查过他 一切都正常 并且他两年前移民了 去年死于心梗 老杨他骗过了我们所有人 不过他被恐吓的 他去世前一天给我打过电话 电话里他气息掩掩 说自己来不及赎罪 想跟我道歉 也想跟茉莉道歉 后来电话就被强行挂断 我越想越不对劲 就趁着回京探亲 去老杨的老房子看了下 结果在一个花盆底部 找到了一个被切割了的蓝磕光片 就是你妈妈的肝脏 茉莉的肝脏像是被挖了出来 放进病毒堆里实验后 又放回体内 石维一得知妈妈的死 竟然是黑幕 他发誓一定要调查清楚 救出背后操控的人 他感谢余物时隔多年 还能把真相告知他 石维一让小丽调查了 当年涉事的关键人物郑院长 结果得知他也失踪了 并且失踪前参加了一场宗教集会 貌似和创世会有关 石维一对这个组织略有耳闻 创世会 是一个主张新世界秩序的宗教组织 偏重于教义和秘密 喜欢在时尚圈 娱乐圈发展下线 利用情色交易结交权贵 并操纵着世界大国的金融 政治 军事与娱乐界等领域 莫非妈妈的死跟创世会有关 不过这个创世会形势谨慎 根本查不到他们在华国的距离 只能让他们找上门 所以必须在时尚圈娱乐圈大展拳脚 吸引祭司注意 同时石维一提醒小丽 这个事情不要告诉林渡 毕竟这趟水太深 他不希望林渡和林家卷进去 石维一心疼林渡年幼丧腹 从撑起林家到林家发展到如今巅峰 他吃的苦够多了 他不希望他为了他又涉嫌 我的事情 我自己承担 龙林的人 自有龙林的门路 而且等时机一到 他也会老实告诉林渡 小丽看着石维一有些许担忧 夫人 你是想帮莫利夫人讨回公道 还是要揭发整个产业的肮脏 既然要做了就要整个给他彻底端了 他只能说报最好的希望 做最坏的打算 尽最大的努力 小丽满脸钦佩握住石维一的手 恳请石维一带上他 让这条危险的路有人同行 谢谢 石维一很欣慰遇到这么多善良的人 让他更坚定地为妈妈讨回公道 爸总用一个鬼话符 不但俘获了女人的芳心 还差点让情敌爱上他 ZERO工作室石维一 正在绞尽脑汁设计工作室logo 一个帅气的男人突然造反 石维一吓得眼睛都掉了 差点没接住 女装大佬醉妖儿 今天是抽了哪门鞋风 居然穿男装 石维一惊叹不已 醉哥 没想到你男装还挺帅的 醉妖儿挺能接梗的 我本来就是男的 而且本来就很帅 不过让石维一疑惑的是 醉妖儿换回男装 这是要演哪出 醉妖儿表示要重新来 当然以新恋貌世人 还有以后不要叫我妖儿姐 叫我妖妖子 妖妖子也很娘好 原来醉妖儿还有个本名 邵金安 邵兄很高兴认识你 以后我们就是共同创意 一父一母的好兄妹了 说着石维一伸出手 醉妖儿看着热情似火的 石维一刷一下脸都红了 正当两人握上手之际 林渡推门而进 唯 我把卓宝和恋恋接回家了 一起去吃晚饭 说罢便见到自己老婆 和陌生男人手牵手 好尴尬呀 见状石维一第一时间 飞奔到林渡身边 微笑道 亲爱的 你来了 醉妖儿心底不禁发怵 好危险 差点就被得了 人家围总已婚了 林渡恶狠狠看向醉妖儿 来自男人敏锐的嗅觉 他觉得这个醉妖儿不对劲 下一秒立马宣示主权 把石维一紧紧搂在怀里 只见醉妖儿心虚转过了身 见林渡眼睛不带眨一下 死死盯着醉妖儿 石维一伸手 托住林渡的脸 将他的视线带到自己身上 少兄虽美 但是你也不要一直盯着人家看呀 怎听起来有股酸酸的味道 林渡也挺佩服 石维一这清奇的脑回路 随后林渡推着石维一带他回家 可石维一却表示 还要和少兄一起设计logo 什么破logo 需要你费尽心思设计 石维一挠了挠头表示 时尚设计非自己专业 所以一直找不到头绪 专业人是醉妖儿上线指点迷惊 说得头头是道的 石维一秒变小明媚 说时迟那是快醉妖儿 已经开始炫技 林渡绝不能让情敌抢了风筒 拿笔来 看来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只见林渡大手一挥 主打一个行云流水 两分钟后一副轻视制作诞生 天啊 真的亮瞎我的眼了 抱歉 艺术造诣不高的KK将实在看不懂 这不就是鬼话服吗 石维一直接被林渡的才华 惊掉了大下巴 这个字也太野了 林渡应该是隐藏的书法大家 每一笔每一画都经过精心设计 并彰显个性 简直自如其人 帅气又有魅力 最神奇的是这四个字母间看似随意 实际有种三维的即视感 这个logo让我感觉到像是女人在性感穿衣 男人单膝跪地沉浮 欧这个字母看似无意扭曲了笔花 却像牢笼一样把女人围在其中 最12对林渡称赞有加 差点就芳心暗许 林先生你是专门学过设计吗 没有 听到回答最12都傻眼 眼前的男人居然两分钟内把这个单词写得这么 林渡得意笑了笑 天赋 在时尚圈打拼了十年的最12第一次有了落败的 随后是唯一拿出最新工作计划书给最12 告诉他两个月后将会有一场大型设计大赛 这次大赛投资方是哥士尼 听到哥士尼最12难掩内心的激动 他用颤抖的手接过文件 保证能一举夺冠 拿下跟玄幻3D动画暴雨奇缘联名的机会 这还得感谢我们七页拿到的第一首消息 最12毕恭毕竟给林渡倒血 还称赞两人是整个宇宙最般配的 没错 其他追求者必定毫无活路可言 这话里有话 最12受到一一点伤害 差点吐出了一口老血 只见林渡旁若无人抱起了施维一 走了老婆 回家给卓宝生的妹妹 施维一离开前还不忘叮嘱罪妖儿所门 零度盾敢两人对话太多 于是他用嘴巴气堵住了施维一的嘴 罪妖儿做错了啥 被零度一顿暴击后还要强行喂狗粮 苍天啊 大地啊 我要水泥风轻 拔情绝爱 专心搞事业 恶毒季姐居然跟女孩玩离间计 结果把自己给玩死了 救命啊 内鱼的审美不是在走下坡路 而是在跳牙呀 练习生甲看脸和身材是吃饱 看舞蹈动作怎么感觉没吃饱 练习生意骚得看上去比我还需要男人 练习生饼颜值普道一言难尽 施维一一阵无语 不过蒋冰冰却说 这几个奇形怪状的可受中年女性欢迎了 都当儿子一样宠着 妈妈粉和奶奶粉不在省数 施维一回头再看看小陈 不用说有种躺赢的感觉 所以蒋冰冰也表示对捧风小陈充满信心 此时另一位老熟人出现在眼前 那不是小陈学校的笑法 王朝勇吗 怎么他像是整容一样换脸了 蒋冰冰解释他是被十分家包装成了禁欲系的酷感 现在这种人设很受欢迎 施维一不禁打探 跟当初见到的土王八针的判若两位 蒋冰冰打探到简单交往的是地产大佬昆南风 这熟悉的名字 不就是零度的院种大兄弟吗 上次见面时还单身的昆少下手真快啊 就在此时一个欢快的声音响起 冰姐 只见十分家迈着小碎步冲额滚 真的不敢相信冰姐你真的富足 施维一转身那一刻刚好对上了十分家那缠妹的眼神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 呦 原来是妹妹 来看小陈排练啊 好家伙送上门找骂 姐姐这黑眼圈快掉地上了 莫不是被赵汉东牵连了 投资虚谨慎 隔行如隔山 姐姐管好芬芳娱乐就好 手伸太长小心鹰沟里翻船 投资有赔有赚 像妹妹这种靠男人发家的金丝却怎么懂啊 姐妹俩话里话外火药味十足 但明显十分家略胜一筹对的十分家后牙槽都要咬碎 见都不过十分家立马变脸办正事 让助理把备好的后礼递给蒋冰冰 只见蒋冰冰被过手并没有接 礼貌性问候 分家总有什么事吗 冰姐 咱们都是入行多年的老人了 和那些愣头青有云泥之别 这明显就在说十分家立马变脸办正事 随后毫不避讳当着十分家面强人 我正式邀请您加入我们公司 吴胡 这女人莫不是脑子嗅痘了 演的哪一出 只见她掏出一张巨额支票 还信心满满表示已经跟巨星沈天云在谈合约了 迎来了我们就如虎添翼 十分家不敢相信天云哥怎么会跟十分家合作 就在此时蒋冰冰笑笑拒绝了十分家 并表示已经有了新东家了 十分家不死心撕掉支票 没关系 您想来随时欢迎 条件随你开 这次蒋冰冰很笃定拒绝了她 分家总开的条件很好 但是我心意已决 还请您另请高明吧 十分家演的这一处 无非想挑拨蒋冰冰跟她之间的关系 她绝不会让她得逞 于是她上前挽住了蒋冰冰手臂 冰冰姐 这周末带上恋恋到我家烧烤吧 还特意边走边提高音量 两位小朋友关系那么好 往后我们也有可能成为亲家 文言十分家傻眼 没想到两人还有这一层关系 真的演到最后自己才是小丑 十分家送她一个王之蔑士 SB 就算你熟读冰子 也抵不过信任二子 十分家就这样看着两人快乐离开 自己留在原地气得快要爆炸 晚上十维一到家 将昆南风的女朋友 是简单的消息告知林渡 可林渡半点都不意外 像是早早知道一样 原来那天见面 常天和昆南风都在装传爱战时 可怜的十维一还傻乎乎相信了 十维一要气炸了居然被耍了 林渡却表示只是给兄弟面子 从林渡嘴里得知常天是海王 昆南风跟简单本来就有婚约 两人都三分三合了 信息量太大了 十维一时间难以接受 城市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看着老婆天真可爱的模样 气也有点心疼 幸亏你嫁给我 不然被那些个臭男人卖了 还要帮人数钱 又提到十维一的黑历史 当年就是被十分家和狗爵摆了一道 未婚夫被季姐撬走了 是啊 要是我能早点娶你 就没那个姓狗的什么事了 林渡真的越想越是生气 搞死狗爵的想法快要按捺不住了 十维一默默为渣男祈祷 阿门 就在此时一只大手将十维一拉住 如果你先遇到的是我 你还会喜欢狗爵吗 当然不会了 被狼守护过的人 又怎么会爱上狗呢 面对老婆突如其来的告白 七爷脸上泛起了出男子 还行 别的不说 你眼光还是很高级的 这家伙这不是变相又夸自己吗 随便一句甜言蜜语就让林渡躁动不安 十维一看着也大胆明白他是在克制 于是他主动提出 七爷 我们今晚要不要 三十岁老父亲只是个 不会用一次性筷子的笨蛋 击退情敌这种高智商的活 还是要靠三岁儿子 七爷 我们今晚要不要 十维一这是在点火呀 话音未落实 唯一就被林渡这只大狼狗扑倒 林太太 该履行你的夫妻一舞 你喜欢什么姿势 十维一被林渡的直球追问下的说话都不利索 你你你 我我我 我帮你把舌头捋顺了再说话 两人快速上车 车速逐渐加快 就在此时电话不时去响起 林渡怒视坐鸡 哪个该死的家伙打电话也不挑时间 随后无奈接听了电话 我是沈天云 我提前回国了 之前约的饭局改到明晚可以吗 傲娇的林渡勉强答应 那地点改在 话没说完 林渡怒气冲冲挂断电话 十维一好奇 火气那么大 到底谁呀 只见林渡脸色阴沉回头 告诉你那位邻居哥哥 别在这个时间打电话过来 影响我俩夫妻生 十维一傻眼 我也没得罪你 而且这个饭局人家就客气一下 是你自己主动定死的 他那碗当着我的面包 我肯定要宣示主权啊 此时此刻见林渡这么生气 十维一反而有些许开心 七爷 你吃错了 嘴硬是爸总的常态 呵呵呵 他不就是你一个林渡哥哥吗 有啥好生气 这女人太迟钝 明显那个沈天云就是在暗恋他 下一秒十维一捧起林渡的脸 既然没有生气 那我们继续 怎料林渡直接翻身钻进被窝里 睡了 毕竟情敌杀上门 必须第一时间想办法除掉他 心里已经想好了定个顶级海底餐厅 眩晕这位林渡哥哥 到了第二天晚上 三人却相约来到了某小吃街烧烤摊上 林渡一整个大写的乌语 说好的顶级餐厅让这小子开开眼 怎么会是这样 眼前的烧烤对着我滋滋冒烟 这小子蹭蹭被我老婆放电 还叫我老婆小糖果 这个烧烤摊还是他们以前常来的 林先生 昨晚电话没说完 你就挂电话了 不介意换了地方吧 为了面子林渡硬说 裴夫人哪里都不是问题 心想是你这只山猪吃不了细糖吗 突然沈天云眼睛睁得大大的 像是发现什么神奇宝贝儿似的 原来林家都是两双筷子吃饭了 好尴尬 第一次用一次性筷子的企业居然贵了 是唯一尴尬笑笑连忙帮林渡把筷子掰开 天云哥这是看热闹不咸是大人 可是爸总绝对不会承认自己不会用一次性筷子的 我们林家人 向来与众不同 看着情敌跟老婆之间的互动 此刻林渡坐在一旁暗自神伤 随后他直接发了个消息给卓宝 另一边卓宝已经跟爹地统一战线 很快卓宝迈着可爱的步伐快乐登场 上菜了 猜猜这个小饼里包的是什么馅 是爱你我已沦陷 天啊 卓宝的土味情话真太伤痛 宝贝 你怎么也来了 一一这就是你的那个妓子了 十唯一向卓宝介绍沈天云 宝贝 这是妈咪的朋友 天云叔叔 你好呀 小家伙 你好 叔叔 我妈咪和爹地很幸福 这看似毫无杀伤力的一句话 将现场的气氛降至冰点 这个小鬼 还真有点早熟 此时林渡心里美滋滋 归儿子干得漂亮 给老子当回一举 林渡成圣追击 迅速拿出喜糖分享给沈天云 沈先生没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希望这几块糖 能让你感受到我们的幸福 盖子打开那一刻 沈天云瞬间傻眼 这活生生的就是挑衅啊 他尴尬笑笑回绝 谢谢 我不吃糖 怎么 如梗再吼 难以下咽 食不知味吗 沈天云阴阳怪气 哎哟 我这牙同毛病 吃不得甜食 很少能体会糖给我的喜悦 不过每当有人问我要不要吃糖 我都会笑着回应再吃了 因为只要一想到与一一相处的每个瞬间 心里就填满了一万朵棉花糖 七夜怎么了 难道一一有了老公就不能跟异性朋友相处了吗 一股茶味 林渡要气死了 想一拳送他上太空 但是他压抑住了内心的怒 随后侧谋看向是唯一 唯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一想起你就是一万朵棉花糖 这需要打多少胰岛素了 糖尿病风险极高 更何况糖尿病人内方面不行 最重要的是一万朵棉花糖加起来也不准之前 林渡自自聚聚都像刀子一般戳进沈天云的心 三岁男孩为了让眼睛更好看 居然戴上价值千万的美瞳 然而美瞳背后还隐藏着绅士秘密 七夜吃菜啊 绿油油的青菜 林渡看了就来气 石为一帮着打圆场 天云哥 你就别逗我老公了 听说你签约了十分家公司啊 沈天云若有所思看着石为一 看来他还没有恢复记忆 他解释道 分放娱乐的新东家 要不你把我牵过去 石为一连忙摆手 不了不了 我妙小 容不下您这尊大佛 见老婆和情敌相谈甚欢 林渡醋意横生 开始作妖 把浓烟往沈天云身上删去 吃素的男人恐怕只有三岁的智商 抱歉 我手滑 随后加起来六岁的两名 使劲搞事情 现场浓烟四起 把卓宝呛得只有眼睛 见状石为一怒了开始摩拳擦整 你们两个笨蛋还不停手 一顿暴揍后两人恢复了平静 但是卓宝的眼睛开始疼起来 石为一正要查看之际 一个东西从卓宝的眼睛里掉了出来 Oh my god 是美童 一个三岁的娃娃带美童 更让人意外的是卓宝的铜色 石为一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卓宝 他直接就愣住了 此时沈天云也是一脸诧异看向卓宝 这孩子的铜色跟当年那个孩子一模一样 难道 见状灵度立马解释 这种美童使用特殊材料做的 不会伤眼睛 卓宝见石为一反应大 以为他不喜欢自己 妈咪是不是也不喜欢卓宝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会呢 无论如何 妈咪对卓宝的爱都是不变的 卓宝有被感动到 不过七眼 为什么卓宝要带美童 卓宝刚出生时 母亲大人觉得卓宝铜色十分特殊 怕被有心人惦记上 太危险了 所以等卓宝长大点就找专家研制了这款美童 听完灵度解释 虽然有道理 但是石为一依然反对这么小的小孩带美童 有那么一瞬间石为一甚至对卓宝生物产生浓厚兴趣 但对于卓宝红色又有骨说不出的熟悉感 我们卓宝的眼睛更好看了 必须要好好保护起来 这满满的母爱光环 灵度也被征服了 答应以后不让卓宝戴美童 但是卓宝还是害怕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会格格不入 石为一细心安慰 别担心 上帝喜欢你 才会让你与众不同 卓宝可怜兮兮抬眸看向石为一 真的吗 没错 你就是上帝给我们派来的小天使 你有世界上最漂亮的眼睛 所以应该开心才对 那卓宝要勇敢地展示自己的眼睛 让大家都羡慕我 喜欢我 沈天云看着石为一一家三口幸福快乐心里不是滋味 他害怕沉睡的记忆一旦被唤醒 眼前的女孩会再次掉进深渊 回家路上 沈天云打着电话 那边是怎么知道 唯一没死的 对方沉莹片刻 深海刺杀组织从创事会那里得来的消息 答应帮千家巡回大小姐 千叶如今和深海组织联手了 文言沈天云那握着方向盘的手 不禁用力 对方见他不说话 继续开口道 时不我待 你要想办法帮大小姐恢复记忆 让他早日回到帝国 夺回千家的继承权 院长在实验室的所有心血 不能毁在他大哥大扫手中 沈天云 我会想办法的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脑海中浮现出唯一的面容 不禁想到 如果他恢复记忆 还会放下现在的生活 跟自己一起回去吗 次日 林氏花园 林母乌丽妃 低头斗着怀中的猫 跟唯一聊着天 既然你们当父母的决定摘掉美童 我尊重你们的决定 突然他顿了一回话锋一转 之前婚礼办的仓促 我想着 也该去看看两位亲家了 唯一脸上闪过一丝惊讶 母亲大人 您是说 要拜访我的父母 林母乌丽妃倾笑 当然 不过不是实家的人 而是你心中认定的父母 乔莫丽女士和沙海先生 突然乌丽妃想到什么 随后放下手中的猫 看向她 说起来 你又是被你那狠心的祖母 卖个人贩子 那亲家母 当年是怎么把你找回来 唯一垂谋 回忆道 其实 我18岁时逃了出来 被逼得跳了海牙 妈妈收留了我一段时间后 带我去医院体检 无意间发现 我和她的基因系统 具有遗传关系 接着又做了亲子鉴定 最后确定 我就是她失散多年的女儿 听完之后 林母看着她的眼神变得温柔 握住了她得手 你这孩子 真是太苦了 你放心 林家一定会好好对待你的 唯一看着她笑盈盈地点头 林母沉默片刻后 看着她意味深长地说道 和阿渡好好过日子 尽快有个自己的孩子 也算是弥补幼时的遗憾 唯一走后 林母喝着茶 看向远方不说话 管家中书瞬间明白 转身对身后的仆人说道 你们都下去吧 是 仆人走后 林母这才开口 按照当年乔莫莉 带她去医院的就诊记录 她丧射18岁之前的记忆 且至今仍未恢复 那么她方才说的那样滴水不漏 究竟是觉得难以启齿 还是故意隐瞒 说着林母的眼神 变得犀利无比 一旁的中书连忙劝和 少夫人从小颠沛流离 加入林家 压力终归是巨大的 不说出来 也是希望能给您留个好印象 林母没说话 对于中书说的话 她很是不满 她比谁都希望这夫妻俩好好相处 平平安安 一直幸福下去 但是若情况有变 自己要保的 肯定是自己的儿子 想到这她对一旁的中书吩咐道 你顺着当初 被绕不思卖给人贩子的那个女婴的线索 悄悄查下去 中书点头 明白 随后抬头看着林母 欲言又止 只是 夫人您真的就同意让小少爷摘下美瞳 展示原本的铜色 万一 林母看了她一眼 今非昔比 如今林氏已经强大了 不如借小卓铜色公开 看看能否榨出当年知晓阿渡秘密的几个漏网之余 尽快除掉 一想到零度 林母乌立非觉得 只要为了自己的儿子 没有什么是不能冒险的 帝都古城隐士基地 扑通一声 传来一声声惨叫 钱芬芳娱乐艺人一青天 被人推倒在地 他起身十分愤怒地看着对面的人 郑邦 明明是你打碎了道具 谁犯错谁赔偿 这锅我不备 你还刻刻我的工钱 我要去导演那里举报你 一青天说的郑邦 就是剧组龙套群演组长 郑邦冷笑 狗崽子 就你还想教育我 你有证人吗 你说了谁信啊 你 一青天气得脸都黑了 咬着腮帮子 索性警告道 你可别忘了 你平时能有机会 跑这么多龙套角色 都是我在帮你 你要是敢给我找不痛快 以后都别想在这个圈子里面混了 呸 说完直接转身离去 之后 一青天不知道在地上坐了多久 坐到腿都抹了 就在这时 手机提示音响起 一青天掏出怀中的手机 看了一眼信息 果然 又是一条医院催脚费医疗费的信息 他看了看自己卡里的余额 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起身 母亲还等着他缴要费呢 他可不能在这里 继续悲伤怀秋下去了 随后疲惫不堪的王小夕走去 昏黄的夕阳落在他的身上 他狼狈的不像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反而像一个精力磨难 饱经沧桑的老者 看着水中自己的脸 一青天一头扎进清澈的水里 咕噜咕噜 在里面待了十几秒钟 就在这时 唯一路过 连忙将拽着他的头发 呼拉一声 一把将他拉起 少年 万万不可自寻短见 一青天吃痛的尖叫起来 随后一把打掉他的手 头上的发圈瞬间散落 我才没有寻死 我只是想清醒一下 看着眼前的人 唯一顿时愣住了 眼前一亮 是一青天 一个优秀到没朋友 却深陷社会底层挣扎的男人 想到这 唯一开口 你不是一青天吗 钱芬芳娱乐男艺人 你长得这么帅 看你的打扮 是在扮演龙套角色 一青天点点头 上一世唯一记得 这个男人几次有获得影帝的机会 只可惜被奸人所害 一直怀才不遇 自己要让十分家好好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挖墙角 随后给了蒋冰冰一个眼神 交给你了 蒋冰冰笑了笑OK 看着两人直接的小动作 一青天吓坏了 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 说话都吞吞吐吐了 你 你们想干什么 蒋冰冰笑嘻嘻地看着他 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 你好 我叫蒋冰冰 是日晨娱乐的王牌经纪人 现在正式邀请你 加入我们公司 成为日晨娱乐旗下的艺人 划过错愕 您就是蒋冰冰冰 不过 日晨娱乐 好像没听过这个公司 一旁的唯一很是尴尬 哈哈 是刚成立不久的 不过不要紧 你要是愿意来我们公司 我保证 你心涂璀璨 一青天听了这话想笑 这妹子看上去比自己还小 想法又这么单纯 应该是蒋冰冰的助理吧 娱乐圈的竞争状况这么严峻 想红不但要有人捧 还要运气 哪有那么简单 想了想她 还是开口 是吗 蒋冰冰二话不说 想签你 这是我们公司新项目剧本 看过之后 你一定会改变主意的 一青天看着手中的优盘 心情顿时有点复杂 这时 一旁的唯一递过来一张支票 这张支票 是预知你的薪水 你先拿去给你母亲治病吧 一青天顿时惊愕 你 你怎么知道 唯一笑了笑 我们早就 看中了你 必然会花些心思 无调查你的资料 虽然有些冒犯 不过你母亲的病情 确实不容乐观 你有困难就和公司提 公司有钱 一青天握着那张支票 心里暖洋洋的 然后 他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不远处的时分家 看到这一幕 不禁有点愣住 一青天 他怎么跟唯一搞到一起了 反应过来后的时分家 面目逐渐开始变得猙獰 好啊 时唯一这是报复我 也来挖我的墙角 一日 日晨娱乐公司 一青天由前台带领 来到唯一办公室前 这一刻 他突然感觉到压力上大 这些娱乐公司水很深 都是说的比畅的好听 他不禁有点担忧 这个日晨娱乐 不会跟芬芳娱乐一样 搞富婆包养的档子是吧 要是那样 他可接受不了 绝对不会去做富婆圈养的宠物 想到这 他按下了门把手 开门走了进去 屋内 蒋冰冰看见他 立马从沙发起身 一先生 很高兴你能来 老义 简单看向一青天连忙起身 一青天也朝简单走过去 简单 这要巧 蒋冰冰惊讶 原来你们认识 简单点头 对啊 我以前在一个剧组跑龙套的时候 和他认识的 我当时演一个宫女 他演一个太监 一青天尴尬的直咳嗽 一旁的唯一坐在那里 大大咧咧的说道 可什么 演太监又不丢人 快坐 一青天尴尬的看着他 他不是助理吗 怎么这么放得开 随后跟着简单一起坐下 谢谢 蒋冰冰看着一青天 让我来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们日晨娱乐的维总 原来是大老板 一青天顿时紧张无比 维总 昨天我 唯一笑眯眯看着他 哎呀 不说那个了 电影新项目 基本组建完成了 剧本都看得怎么样了 简单点头 看了 是一个小偷 偶然偷了一个残疾人的钱包 因此结识 后来慢慢走到一起 为了挣脱底层命运 相互扶持成长 我饰演的是一个小偷 老易饰演的 是一个下身半瘫痪的年轻人 但是 两人最后依旧下场悲惨 小偷为了给年轻人治病 不得不去偷钱 最后被打死 一旁的一青天 也连忙拿出自己昨晚记得笔记 激动地说道 太精彩了 我昨夜看完剧本 激动到睡意全无 连夜赶出一篇 自己分析的人物小传 很多细节想后为总 还有彬彬姐探讨 就在这时 办公室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 小助理在身后连忙大喊 您不能进去 十分家不理会他 大步走进去 与其十分嘲讽 呦 妹妹忙着呢 说着啪的一声 将合同扔在桌子上 不好意思了妹妹 这个一青天 还跟我有合约 所以不能跟你签约哦 听完十分家的话 一青天十分愤怒 起身拍了一下桌子 十分家 当初你骗我签奴隶合同 强迫我赔酒 还收了我二十万元的违约金 怎么又说我没和你解约 十分家看着他 轻笑 解约金 什么解约 你 一青天顿时气得脸都黑了 年初三月份 你让我交现金给你的 可是我不记得了啊 你有监控 有证据吗 一青天浑身一僵 双手不自觉地握紧 怪不得你当时要求 在你办公室当面收现金 为的就是 我这边没有转账记录 你在删除那天的监控 销毁所有证据 蒋冰冰连忙起身说道 分家总 你这是欺诈和胁迫 十分家笑嘻嘻地看着他 有种你们 就上告我啊 要不要跟我长期诈啊 这时 一旁的唯一拿起了桌上的合同 坐在沙发上 慵懒地翻阅着 哇 好可怕的卖身器啊 合约金五百万 连续签约十年 强制演出所属公司的一切活动 每场活动演出分红才一百元 典型的不平等奴隶合约 说着唯一的眼神 变得犀利无比 当初他 不过就是个没代表做没资源 美人捧 无戏可拍的新人演员 走投无路时 是我拉了他一把 十分家阵阵有词地说着 唯一冷笑 不是拉出深渊 而是趁火打劫 一脚踹入地狱吧 新人怎么了 你就是以新人为对象 导出签署欺诈合同的吗 随后看着他继续说道 分家总背后的万创成头 若是知道了这件事 你可不好交代吧 十分家脸上顿时出现惊慌之色 他怎么知道 唯一看着他 笑得十分灿烂 请放过易先生吧 说完直接撕毁了合同 十分家气得咬牙切齿 我明白了 那这件事情 就请妹妹对万创成头 和我公司旗下的其他一人保密吧 随后转头看向易青天 眼神无比阴森 我本来是想好好捧红你的 不过 还有新人要带 就算了吧 我们远近于次 以后都不会联系了 你好自为之 说完转身怒气冲冲地离去 关于万创成头 他不知道时 唯一到底知道多少 莫非连万创成头 背后的创始会也知道了 十分家走后 蒋冰冰看着易青天 十分严肃地说道 记住了 以后都不要随意签署合约 一张只会让你 踏破法院门口 也可能让你做一辈子的奴隶 易青天连忙点头 嗯 我知道了 一旁的十为一 笑了笑 好了 明天我要领你们 找毛唐导演试血 不要被别的东西影响 易青天惊讶 毛唐导演 他可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 控场极其的严格 据说当初拍水星之恋时 硬是把年过七十的老牌影帝 逼得下水憋气气氛多种 期间还要在水下表演 弄得老人家差点没能从水里上来 简单点头 弱弱地说道 而且他是出了名的清高自傲 韦总 你是怎么说服他合作的呀 唯一拿着酒杯 瘫手 当然是用钱啊 简单瞬间无嘴 果然 韦总才大气粗 唯一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事实上 他是专门去找毛唐 买下了这个名叫小猴王的剧本 他记得上一世 毛唐这个满腹才华的落魄中年人 就是拍摄了这部电影 才一举横扫国内三大电影节 其中包括最佳导演奖 最佳故事片 最佳摄影奖等共十二个奖项 只是 毛唐在拍摄 这部影片的时候 遇到了太多的困难 其中缺钱是主要的问题 而自己拍这部电影 就是为了在最近的华鸭奖上夺奖 吸引创世会的注意 一旦和那些祭司接上头 就离妈妈的死亡真相进一步 唯一没有和他们细说 他为什么这么信任这个剧本 这么信任毛唐 毕竟作为重生过来的人 他现在看很多事 都是从上帝视角 他扫了一眼简单和易青天 总之 你们俩后天世系时 无论如何 一定要用演技 征服那个倔强的小老头 简单和易青天对视了一眼 干劲满满 一口同声道 是 唯总 晚上八点 唯一来到偶像养成班 出舞台现场 演唱会开始了 时唯一看了一眼 音乐节宣传册上的节目单 发现自家弟弟的节目排在中间 虽然要等挺久的 但他觉得这个位置挺好的 不前不后 到时候观众们的气氛刚刚好 与此同时 后台化妆间 时辰队友罗和天 焦急地看向蒋冰冰冰冰冰姐 张远还是不接电话 时辰听完快速说道 没关系 如果还找不他 那我们就改变阵型 大家全力以赴 虽然排位不会太高 晋级还是没问题的 只要我们凭实力和恒心 三人信心十足的鸡犬 舞台场内 哇 儿子 我好期待 你舅舅的表演啊 你期待吗 卓宝非常配合 回答 期待 老公 你期待吗 唯一又激动地问 林渡非常不配合 回答 不期待 唯一和卓宝同时逼近看向林渡 然后 同时露出了同款愤怒的表情 林渡觉得 同时惹怒老婆和儿子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就改口道 行吧行吧 我也很期待 结果卓宝一针见血 妈咪 爹地他在敷衍你 林渡没疯一条 小兔崽子 你想造反吗 卓宝不惧亲爹的威严 跳下椅子 爬上唯一的大腿 妈咪 爹地真坏 我们不要 和他一起玩 哎呀 唯一忽然道 我忘了 给小陈买花了 林渡懒洋洋的 买花做什么 这可是小陈第一次 在公共舞台上的表演秀 我可不得买树花 送给他庆祝庆祝 唯一的小脸上 男演骄傲之色 等一下我出去买 然后冒充粉丝送过去 嘿嘿 不管怎么样 小陈的排场必须不能少 说着 唯一站了起来 但林渡又把他拉了回来 放心不差你一个 说着瞥了一眼身后的粉丝 有不少人想给小舅子送花 小舅子 一会会被花海淹没的 唯一还想说什么 这时口袋中的手机响起了 他连忙接通 喂 电话那头 蒋冰冰响起焦急的声音 唯总 你安下后台 我去接你 有突发情况 唯一一进入后台 蒋冰冰就立刻在他低声说道 十分家之前就安排了一个学员张远 在小陈这组 我猜他是想指使张远 在初舞台搞事情 让小陈这组成绩垫底 甚至无缘晋级 直接被淘汰 我发现后 也安插了学院随狱 进入芬芳娱乐的艺人所在的那组 并用资源和张远交涉 把他变成了自己的人 然而一小时前 张远还是失踪了 唯一想了想 应该是暴露后 被芬芳的人控制了 说话间已经到了化妆间 唯一推门而入 大家不要气馁 已经把你们的表演顺序调到最后了 还有时间 一旁的蒋冰冰点头 没错 张远再不出现 我们就启动应急预案 改成三人阵型 这时 时辰的另一个队友 被弦开突然开口 可是冰冰姐 新颖的四人阵型 是我们决胜的关键 能不能请我们的舞蹈老师补个位 蒋冰冰一听 眼睛都亮了 看着唯一兴奋地说道 唯一 你之前不是说 自己在家也跟着那段舞蹈跳来着 已经能把舞蹈背下来了 这话时唯一瞬间明白 他说的什么意思了 蒋冰冰点点头 没错 如果你女扮男装 作为替补上位 阵型不变 我们的成绩前三 完全没问题 此话一出 其余三人都满眼期待地看着他 唯一尴尬地看向他们 下面有请殷小组 带来致敬经典的 What's your normal 观众们挥着手 挥着应援棒尖叫了起来 听说是最夭射计的舞伏呢 好期待 零度坐在那面无表情 唯一怎么还不回来 去了这么久 就在这时 舞台灯光啪的一声亮起 当他们出现在舞台那一刻 零度眼睛都亮了 他怎么在那 站在石身旁边的 赫然就是男装的唯一 当歌唱响起的那一刹那 现场有短暂的沉寂 然后观众们挥着手 挥着应援棒 又尖叫了起来 那个小哥哥不是张远 是特别登场的飞行嘉宾吗 好帅好帅 看着台上的人 零度不禁冷哼一声 唯一 你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 这时 卓宝在那边焦急地跳上跳下 看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啊 怎么办爹爹 零度起身大步上前 一把将他举起 这样看到了吧 卓宝瞬间十分激动 看到了看到了 然后朝着舞台大喊 舅舅的队友 卓宝也要支持 百川东到海 就爱被闲开 春华秋月何时了 还是罗和天一号 然后 刚巧不巧 他被摄像机给录了进去 投射到舞台上的LED大屏幕上 全场所有的观众 看见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萌娃 顿时 发出一针热浪般的笑声和欢呼声 哇 那不是临时的小少爷吗 简直萌翻了 又想骗我生猴子 那个萌娃 居然和我粉同一个偶像 哈哈哈哈 莫名自豪是怎么一回事 唯一刚唱了一段 到了节奏间隙期 他不经意间 回头看了一眼大屏幕 然后 他顿住了 这这这 卓宝 唯一看到零度把卓宝举到空中 为他应援打扣 却成为妥妥的观众C位的时候 他眼底浮起笑意 拿着话筒忍不住说 那个小鬼 可以给我比个心吗 卓宝抬眼仔细看过去 性转版妈咪 这个面子必须给 随后 一向人设很冷酷的卓宝 挥动着手臂 把小手举到头顶 比划了一个大大的爱心 轰 像什么在空气中无形炸开了似的 气氛像滚水一样沸腾了起来 哎呀呀 好可爱 卧槽卧槽 好想偷走他 带回家自己养 他怎么可以这么萌 我也好想 生一个这么萌的宝宝 歌的结尾 掌声尖叫声和喝彩上 此起彼伏 场面盛大 一场成功 殷小组全员 顺利成为了A班的学员 收获了狂热的人气 结束表演以后 台下的人热情只增不减 一口同声地喊着安可 其中有位导师 甚至单独Q了补味的神秘少年 还说他不出道 天理难容 因此 节目播出以后 殷小组神秘补味少年 瞬间上了热搜 圈了一大波粉丝 成为了热度仅次于时辰的学员 殷小组化妆间 听说芬芳娱乐那几个艺人表现平平 但最后也被插进了A班 一旁的唯一一厅 难以置信地看着蒋冰冰 没实力全靠吹 不怕被反噬 蒋冰冰笑笑 黑红骂 有时候质疑和争议 反而是好事 毕竟有争议就有热度 随后视线 看向正在卸妆的时辰 不过我担心风头太盛 不是件好事 恐怕小陈在A班不会好过 唯一皱了皱眉 心里的确有些担心 分班后是同住一个宿舍吧 有时分家撑腰 分方娱乐的那几个学员 还不得把小陈生吃了 话说起来 时分家这次怎么没来挑衅 难不成故意躲着我 蒋冰冰冷笑 A班也不是只有分方娱乐 这一个投资商 广告商和节目组精明着呢 他们肯定知道 怎么样才能流量最大化 时 唯一摸了摸下巴 不过 以后要跟小猴王的项目 不能时常来探班 还是要按插个武力之可靠的人 潜入制作组保护你们 特别是我弟 他长得这么帅 万一遇上了什么私生的变态 说着眼神不禁撇了一眼门口 顿时尖叫起来 有私生的变态啊 正好被刚过来的灵度撞见 一脚就给那变态踢倒在地上 唯一连忙上前 活动起了手臂 胆子不小吗 你来选 是先断手 还是先断脚 眼看唯一的拳头就要落下去 白青霄连忙摘下帽子大喊 嫂子是我啊 唯一惊讶 连忙收回手 青霄 这要巧 你也来看出舞台了 一旁的时辰转头看向他 你来干什么 鬼鬼祟祟的 白青霄顿时感觉有尴尬 连忙拿出手中的花 往他怀里塞 我帮嫂子给你买树花 助你虔诚似锦 时辰顿时感觉一阵恶心 连忙将手中的花扔回去大骂道 你有病啊 白青霄顿时很不解 好心好意送你花 你怎么还骂人呢 送什么品种不好 送玫瑰 还是大红色 白青霄还阵阵有词地反驳着 这是玫瑰吗 这明明就是月季 看着打成一团的两人 唯一一家三口站在旁边很是无奈 随后唯一不再关注他们俩 而是抱起卓宝 卓宝十分开心地看着他说道 妈咪 你男装也好漂亮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男妈咪 时唯一很是尴尬的解释 宝贝 男妈咪 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 随后便感觉到 身后强大的低气压 时唯一不用猜都知道 肯定是吃醋了 之前被男评委表白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 两股冰冻射线 今晚就弥补一下吧 随后拿起手机 开始按个不停 就在这时 身后了灵度的手机响起了提示音 他打开一看 脸色顿时变得铁青 气得头顶直冒烟 就在这时 一旁的卓宝 瞪着大大的眼睛 妈咪 第四爱是什么 宝贝不能看 少儿不宜 说着连忙将她往怀里靠 身后的灵度连连服额 你都知道 少儿不宜你还发 入夜 临时别墅 灵度洗完澡出来 看唯一还没换衣服 不禁有点生气 唯一 你疯了 假发和男装害你身上了 回家还不换回女装 下一秒 唯一直接贴上去 抚摸着她的胸肌 古代帝王也要让宠妃 扮成小太监事情的癖好 今天也让你 感受下帝王的快乐 说着伸出手就扯开胸前的领带 露着兴奋又邪恶的笑 一步步地靠近她 灵度直接无情地伸出手一把 将她推开 什么都玩 只会害了你 时唯一毫不在意 你越抗拒 我只会越兴奋 灵度拿起一旁的睡裙 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唯一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你换不换 不换 唯一没有一点犹豫 这让灵度气得咬牙切齿 好 你有种 下一秒 直接一个转身 将人压在床上 唯一还没反应过来 转身呆呆地看着她 灵度俯下身 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既然都是男人 那就用男人沟通的方式 说着 大手之家拽起了床上的被子 将两人盖住 掌心扣住她的后脑勺 低头直接亲了上去 缠绵翡策的亲吻里 带着几分狼狗一般的贪婪肆虐 随后卧室一片荷尔蒙气息 娇羞的呻吟声 夹杂着沉重的喘息声 两个小时后 灵度起身穿上衣服 看着床上的人 不禁想到她 戴着男人的假发 穿着女人睡裙的时候 唯一躺在床上 小声地嘟囔着 灵度 你也太没情趣了吧 拖都拖了 要不再来一次 下一秒 男人已经脱掉身上的衣服 趴在了她的脖梗间 从高到低 以次为新帝 教皇 红衣教主 主教 祭司 信徒 创世会主教 位置抬头 她妆容精致 言尾被沿线比勾勒的狭长又上挑 几分妩媚 又有几分冷冽和高傲 她懒洋洋地看着座位的其他人 上级下达通知 明年的主要目标 就是在华国各处 不下我们的势力 从经济政治 思想文化多方面下手 慢慢主导华国 不仅要通过商战 攻破华国帝都的金融圈 还要通过影视的手段 慢慢控制年轻的人思想 诸位祭司 有什么好主意 Luna开口道 要说华国 那就不得不提灵氏 此前 我们也曾邀请灵氏 现任家主灵度加入 并开出了不错的条件 可是这位灵氏家主 倒是不同于她的祖父 骨头硬大得很 一旁的路西法连忙说道 主教大人 或许可以换个角度 从灵度的妻子和孩子下手 位置点点头 这主意不错 但无论如何 绝不能贸然跟灵度开战 一个人之所以不答应合作 是因为条件 还没达到她的预期 随后视线 看向一直低头 沉默不语的男子 说道 Pluto 最近华国 有什么贵族云集的盛宴吗 Pluto 摘掉眼镜擦拭着 缓缓开口 两个月后 有个华牙奖电影节 Witch一听 哈哈大笑起来 正好 届时我要好好 会一会灵度夫妇 再挑一家出色的影视公司 为我们所用 一旁的Luna 突然开口问道 主教大人 如果临时不配合呢 Witch眼神里 充满了毒蛇一般的杀意 不从或反抗者 视为异教徒 妨碍建立新世界秩序之人 杀无赦 创世会为何会选上林度 且不敢正面跟他对抗 因为林氏 在华国举重若轻的地位 林度每年在家族安保上的成本 高达一个亿 三水团 就是他养的其中一支安保团队 说是安保团队 却和别人家的安保不太一样 里面的成员都大有来头 各个身手不凡 与其叫他们安保 不如说 他们是林度养的一批私人军队 日常任务 就是保护林氏重要成员的人身安全 小猴王剧组世系前一日 唯一来到林氏的三水团设计训练场 他跟林度借了个保镖阿石 也就是洛秋的同门师弟 打算让他跟在石身身边 他正拿着枪在打靶 突然一阵叫喊声响起 我不去 放开 放开我 唯一回头四处张望 哪来的杀猪惨叫声 就在这时 卓宝的师父 陈周生拽着一个人 来到他面前 少夫人 阿石不如洛秋稳重 性子耿直 抬眸看到林度 一张有黑的脸 立刻拉了下来 这个女人 出了一张皮囊 其他没有任何一点 能配上企业 唯一知道 林度这些手下 可都是大有来头 各个身手不凡 想让他们办事 要让他们先扶自己 想到这他笑了笑 放开他吧 文言 阿石连忙甩开陈周生的手 陈周生很不解 少夫人 那么多安保 您为何要选阿石呢 他的武力值 并不算特别突出 脾气又倔 唯一对阿石的态度 没有太往心里去 看着他笑了起来 阿石是吧 听说你平时 还会玩摄影摄像 读书的时候 还拿过国内的摄影大奖 我想请你五一个节目组 客串一下摄影师 暗中保护我弟弟 阿石不为所动 十分排斥地看着他 少夫人 我劝您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也别忘想能说服我 逞强可不好 更何况 七爷不喜欢蠢货 热脸贴了冷屁股 唯一说不憋屈是假的 但他也没想半途而废 那你说吧 怎么样你 才会答应我 唯一话音刚落 一个拳头带着疾风袭来 唯一的瞳孔墨地争大 纤细的身体灵活一闪 看看躲开他的攻击 一旁的沉舟声 错愕地瞪着阿石 阿石 你太过分了 唯一起身 淡定地说道 没关系 阿石冷笑 只要你打得过我 我就答应帮你 唯一眸子一领 抬手 没问题 事先说道 我要是赢了你 你就得恭恭敬敬地听我指挥 阿石狂妄地对他勾了勾手指头 我说到做到 我赤手空拳和你大 先让你三招 唯一笑了 既然如此 那就 身体如一道闪电般窜了出去 迅速闪到阿石的面前 纤细地手指朝阿石袭去 阿石皱了皱眉 这速度倒是挺快的 不禁让他出乎意料 就在这个时候 唯一翻身而起 并刁钻凶狠地将他的胳膊 反拧到背后 咔哒一声 胳膊脱臼的声音 阿石瞬间尖叫出来 这一招的确让他猝不及防 早年在龙龄 近身搏击 一直都是他的弱点 对付一些三甲猫还可以 但和力气大的人格斗时 总是处于下风 所以整整四年 他就苦练了这一招必杀技 屡试不爽 阿石因为疼痛头往后痒 这下直接撞上了石 唯一的鼻子 那一铲刹那间 石唯一瞳孔末地争大 脑海中不断闪过一些画面 一个盲女在不断地撞击大喊 放开我放我出去 唯一狠是不解 为何又是这个盲女 这到底是十噩梦 还是自己十八岁以前的记忆碎片 最关键的是 这个女人的声音 为何自己会这般熟悉 画面又一转 电闪雷鸣 海浪滔天 狂风呼啸 一个女孩藏在了一块黑色的石头下面 那些人见目标失踪了 忍不住咒骂道 看来她最后还是丢下孩子逃了 真是高估她了 少夫人 您没事吧 石唯一瞬间惊醒 阿石捂着吃痛的胳膊看着她 抱歉 唯一缓缓说道 我没事 随后看着她声音音策策的 所以 听我的命令簿 阿石忽觉浑身一凉 正正地望着唯一绝美又冰冷的面容 她心里咯噔一声 终于对她佩服的五体投递 是的没错 这女人的近身搏击 的确不如她 但并非是她的招式 没有她厉害 恰恰相反 她的武功刁钻很利 不拖泥带水 光速闪电般 总是招招 置人于死地 这一刻 阿石终于意识到 自家主子娶的女人 根本就不是个一般的女人 她嘴唇动了动 听 很好 说着上前咔嚓一声 直接将她的胳膊接上 我知道你刚才不是故意的 跟我走吧 阿石很是乖巧地点点头 是 就在这时 唯一像是想到什么 转头看向陈周生 方才的小意外 不用跟契业说 可是 唯一轻笑着继续说道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不必小题大做 陈周生点点头 我明白了 阿石定定地盯着她 表情复杂 她没想到 阿石为一竟然这般不计较 不禁暗暗发誓 一定要好好完成任务 弥补之前的过失 世系当日 拍摄场地 是在一个卫生很差的棚户区里 房子又小又黑 易青天躺在一场 破旧又肮脏的木板床上 眼巴巴地望着简单 咔 导演毛棠拿着剧本走了进去 脸色铁青 他对着易青天一顿猛批 不对不对 你的眼神不对 易青天坐了起来 虚心求教 哪里不对了 导演请赐教 毛棠弯下腰 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 残疾人看人的目光 和我们正常人的目光是不一样的 正常人看见了光 觉得平平无奇 你看见了光 应该是欣喜 是高兴 是疯狂 我知道 我刚才难道不是吗 易青天其实很忐忑不安 他和毛棠理解的是一样的 所以他也那么演的 如果毛棠没有看见 他眼里的光和希望 那是不是意味着 他的演技不过关 易青天揪住自己 大腿上的布料 整个人如坐针毡 怎么可以演技不过关呢 他自责地想 而毛棠则急得团团转 刚才你的眼神有了那个味道 但是还差一点 还差点什么 差点 毛棠皱紧了眉头 还差点 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 事实上 毛棠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不是觉得易青天演的不好 相反 他提出的要求 易青天都演出来了 但不管怎么看 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 那点东西是什么 毛棠的脑子里一闪而过 但他又抓不住 本来毛棠就是个急躁的人 现在他自己都陷入了困惑 所以很恼怒的拼命的挠着自己的头 简单走过上前 小声说道 导演别着急 我们再想想 唯一此前一直躲在外头观察 剑撞连忙进来 快帮毛岛擦擦血 说着递上了一张纸 简单点点头 唯一没想到 都传说毛岛急了会打人 原来会谣传 他只会自虐 这也真是够拼的 简单上前将纸巾递过去 悄悄地去回看了一下易青天镜头里的表演 嘀咕道 我觉得青天演得很好啊 我能感觉到 他身上从那儿外散发出的希望 简单话音刚落 唯一的声音陡然响起 不对 所有人回头看向他 毛岛看见老板来了以后 脾气再坏 也不得不收敛起来 唯一看向易青天 话是对他说的 也是对所有人说的 当你是个残疾人的时候 你看到简单的时候 你是看到了光 但却看不到希望 相反 你只会更绝望 现场所有人皆一愣 毛岛甚至挑了一下眉头 你以为残疾人真的相信救赎吗 青天 这世上甚至连精神病患者 都会相信 有天使会来救他 唯独残疾人不会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一青天摇头 唯一笑了一下 我给你们讲过故事吧 有一个盲女 在公益活动中 结识了一群正常人 第一个月 那些朋友经常去看望他 还见了个社交语音聊天群 渐渐的 他们来看望他的次数越来越少 三个月后 他们就再也没去看过他 也不在群里出现 但是那个盲女 每天依旧会发信息问候 每天 直到她察觉出他们的冷淡以后 就自己默默退出了群聊 因为在那场公益活动中 很多人虽然有爱心 但更多的是一时恼热 或是为了得到一个勋章 得到勋章之后 就没有然后了 众人深呼吸了一口气 气氛有些凝重 简单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之后那女孩怎么样了 在那之后 女孩拒绝了所有 来自社会的人道主义救助和看望 最后自杀了 所有人瞠目结舌 一青天更是难以置信 自杀 对 自杀 唯一的眼里 隐隐带着泪光 过了半晌 她语气清了下来 问若有所思的一青天 青天 你告诉我 现在看到简单 看到这个令你心动的女人 你还会看到希望吗 你还会信她能救你吗 你对她心里还只会有爱吗 一青天摇了摇头 眼神变得落寞痛苦和绝望 我爱她 我希望她也能爱我 但她拯救不了我 我也只会拖累她 她顿了一下忽然苦笑 我既希望她爱我 又希望她不爱我 此时毛唐整个人无比的激动 没错 就是这个眼神 她摘下鼻梁上的旧眼镜 揉了揉带失忆的眼角 然后给了摄像师一个眼神 大家各就各位 再来一遍 唯一雨节轻颤 扭头缓缓看向简单和一青天 这电影成了 与此同时站在门外来探班的七爷 因为唯一的话而愣了会儿神 不知道为什么 她刚才说那盲女 其实就是她自己把 一青天和简单恢复拍摄以后 唯一就走了出来 一个人来到附近的河边 这一带是京城的贫民窟 房屋低矮 夕阳西下的时候 连鸟都飞得特别低 特别慢 像羽毛上沾了蹭黑乎乎的汽油柴油石油什么的 总之很沉重很疲惫 唯一站在河边 看着东方灰白色的天空出神 毛唐这个四十好几的男人 忽然走了过来 站到他旁边 嘴里叼着烟看着远方 你年纪这么小 算起来都可以当我女儿了 唯一点头 我爸和你岁数差不多 我听人说 你是富家小姐 也是豪门太太 唯一点点头 嗯 对 毛唐的脸上忽然出现疑惑 既然如此 那你从小 应该是锦衣玉石吧 怎么会对残疾人的生活感触会这么深刻 唯一笑了 因为我以前也是个盲人 刚出生就被祖母卖给人贩子 十八岁才被找回来 后来才治愈了眼疾 之前讲的那个故事 就是我十八岁的事 时唯一说这番话 虽然语气是风轻云淡的 但嘴角去的笑容 却渐渐苦涩 毛唐震住了 他难以相信 一个豪门出身的名媛 才这么点年纪 竟经历过这么多事 唯一想起了过去 心情顿时不太好 之前的商业片层出不穷 虽然小猴王没有幽默 或是令人爽感爆棚的反转 也没有华丽的转身 命运的逆袭 但往往底层边缘任务的命运 人生苦难的主题 更能发人深省 触动人们的心灵 让人更加懂得珍惜眼瞎所拥有的甘甜 毛唐定定地看着他 不禁笑了 您年纪轻轻 看事物的眼光 却非常前卫和毒辣 就在这时 灵度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唯一 回家吧 唯一转身对毛唐笑了笑 毛唐 我先回去了 期待您的成片 毛唐拍了拍胸脯 你放心 我对这部作品有信心 说完 时 唯一转身就走了 毛唐定定地看着他的背影 后生可畏啊 两人一前以后地走着 突然灵度开口 能和我聊聊你之前盲女时的经历吗 见他不说话 灵度停下脚步回头 唯一 唯一看着灵度不禁发呆 这件事 唯一独对灵度 他不想隐瞒 想到着他抬头看向天空 其实 我十八岁被妈妈找回时 因为海难 过去十八年的记忆都丢失了 在那之后 过了半年 眼睛就被妈妈治愈了 灵度看着他 眼神满是心疼 你总是那么乐观 自信 有活力 完全看不出是有伤痕的人 唯一垂眸笑了笑 不过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夜夜难熬夜夜熬罢了 毕竟悲喜自至 他人难误 比起内好 还是静静崩溃 默默自愈好一些 灵度连忙说道 不管见识高低 一个人能深度整理和收拾自己的内心 本身就很迷人 唯一 人本来就是破碎的 我可以接受自己的破损 心爱自己 再接受别人的爱 然后给予别人更多的爱 灵度瞬间愣住 你不介意破损 灵度点头看着他倾笑 当然不介意了 就像我在海边看中了一块贝壳 即便他是破碎的 我也要把他带回家 用我的爱一天一天地修补他 他就是我的唯一 至此之后 我再也不去海边了 这话听着灵度心脏 砰砰跳个不停 随后唯一靠近他 我曾经是盲女 如今即便复明 也还是不喜欢夜晚 但每当世界暗下来的时候 你就是我的光 说完 直接对着灵度的嘴唇亲了上去 下一秒 灵度扣住了他的后脑勺 加深了这个吻 或许只有从黑暗中爬出来的同类 才能体会到 对方爱情观 婚姻观 家庭观的偏执 有些人是可以温暖自己 但能拯救自己的 只有和自己一样破碎的人 灵度深深地看着唯一 他都有勇气 把破碎的一面展示给我 自己突然 也很想尝试 把自己的过去讲述给他听 唯一 其实我 下一秒 碰 枷锁断裂 灵度忽然掖住说不出话 有时说一话只要一秒 但等一个时机 确实要一个世纪 沉默片刻后 灵度转身说道 我去买杯热茶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唯一很是不解 就在这时灵度助理温熙跟上他 七爷 创世会的人又发来邀请函 希望有机会与您见一面 老规矩 不用理会 温熙点点头 是 接下来 电影《小猴王》 还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 卓宝还客串了电影中 文艺和证件收养的刘烂 小猴子 女主角简单 在拍摄过程中 有大量长镜头哭戏 经常哭到激进昏厥 为感受角色真实痛感 简单在拍摄扭打逃脱等动作戏时 未带护具 膝盖刻出刀刀血痕 险些摔伤 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也为了更了解残疾人修车工这一职业 男主角易青天在拍摄前 还去修车店学习了气修技能 更难得的是 易青天在收工后 也住在拍摄的棚户平民区 只为了能够更贴近正剑的人物状态 不仅晒飞皮肤 更在原本轻瘦的身材基础上 再度瘦身20斤 而且在拍摄过程中 也很少洗头 在一场情感爆发戏中 剧情需要展现 正见从隐忍中短暂释放情绪 易青天坚持不用替身 以至于拍到虚拖 导演毛唐 制片人唯一不仅和主创们 一起反复打磨剧本 还重视造型 场景的细节 通过各种方式 帮助演员们卸下包袱 在角色上真实的生长 最后 本片一共投入300万的制作成本 仅用一个月便杀青了 两个月后 小猴王便开了电影发布会 同时 唯一也要兼顾旗下服装品牌 ZERO和哥士尼合作的项目 但后续合作的推进 却遭遇一个小插曲 ZERO工作室摄影棚中 一男子正在一旁指导动作中 来姑娘们 一二三 转身扭头 把你们的魅力都释放出来 给我你的眼神 说着说着 身体开始扭来扭去 逐渐母化 此人正是之前男扮女装的 醉妖邵金安 邵兄 突如其来的声音 邵金安连忙 吓得一秒声音又变成男声 唯一看着他轻笑道 风采依旧 模特们也教得不错 邵金安连忙倾咳一声 毕竟我走过的台 比他们吃过的饭还多 随后眼神变得十分认真 看着是唯一 对了 唯总你来得正好 哥士尼那位神秘的品牌顾问 似乎嫌我们妙小 想跟我见一面 唯一皱眉 我约了哥士尼亚泰区的总裁 今晚吃饭 秘书说他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到时候 你陪我一起去应酬 随后一副势在必得的眼神 两个小时足够了 随后突然想起什么 转头看向邵金安 我差点忘了 孤标傲视的邵兄 最讨厌这种场合了是吧 邵金安笑了笑不会 这让唯一很是惊讶 你真的变化好大 邵金安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你一个去应酬 我怎么可能放心 绝听大酒店豪华包厢 唯一带着邵金安 熊啾啾气昂昂地 朝着哥士尼亚泰区 总裁仁青 和他们的品牌顾问 赵姆也走过去 任总 您好 我只ZERO的创始人唯一 任清闻声抬起头 看见唯一后 站起来 李洁信地和他握了握手 你好 唯总 随后唯一伸手 转向旁边的赵姆爷 赵姆也久仰大名 对方连个眼神都不给 不说话直接扭头 唯一很是尴尬 奇怪 自己没得罪过这位太上皇啊 赵姆爷 F国人 时尚圈的太斗 现今70多岁的他 被称为时尚界的太上皇 不但是欧洲顶级 时尚奢侈品牌JM的艺术总监 也是著名的美学评论家 和视觉艺术家 可以说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如今 40年的全国时尚潮流 都是赵姆爷 这位传奇人物引领的 但是因为这些年 赵姆爷年纪大了 身体状况不佳 已经很久 没有出席时尚活动了 如今 在歌士尼幕后指点江山的他 唯一想不到 他竟然参加了今晚的应酬 邵金安越过唯一上前 赵姆爷 对方很友好 连忙伸出手握了握 坐吧 看着他们如此友好 唯一很是不解 这骄傲的太上皇 为何如此区别对待啊 随后众人落座 服务生端上食物 请慢用 唯一小声地 在邵金安耳边说道 邵兄 你不愧是时尚圈的大牛 连赵姆爷这种巨牛 也要给你面子啊 不瞒你说 我是赵姆爷曾经的得意门声 邵金安忐忑地说着 唯一瞬间惊呼 啊 这不是好事吗 赵姆爷相信你的才华 只要证明我们具有 大规模定制生产 和销售衣服的实力 看在师徒情义的份上 他也一定不会再说什么的 邵金安甘忐地指了指自己 可我现在恢复了男装 赵姆爷虽然没说什么 但肯定觉得我落俗 心里已经气炸了 实为一很是无语 这些搞艺术的 看问题的角度 果然不一般啊 这时 人情看着他们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为总 邵先生 我们直接明说吧 虽然邵先生是比赛冠军 按照协议 我们也的确应该与贵公司合作 但很抱歉 这件事终究是我们哥士尼 术语考量 我们万万没想到 贵公司竟是刚刚成立 不到数月 这 唯一展颜一笑 任总是怕 我们没有这个实力 接下这个单子 贵司设计师的 才华我很敬佩 我相信邵先生 一定可以为我哥士尼 设计出很惊艳的作品 只是你们也知道 我哥士尼的产品受众 遍布全球 可你们 仅仅在工厂规模和渠道上 就不能满足这一点 谈判桌上 气氛不太友好 任青虽然不带嘲讽 但语气也颇有些咄咄逼人 唯一保持着大方的微笑道 任总 我们还有时间 不是吗 最多两个月 两个月足够了 赵姨也冷哼一声 随后眼睛里闪过一丝阴沉和轻面 年轻人说话果然大气 你一个时尚门外汉 商业新手 哪里来的底气 在这大放厥词 邵金安听到这 都冷了脸色 坏了 赵姨也居然侮辱为一 微总向来脾气耿直暴躁 一言不合就开干 又或者 他极有可能甩脸走人 大呼一声 不干了 去尼玛的哥士尼 去尼玛的生意 去尼玛的赚钱 老娘有的是钱 还稀罕你这点 不过 唯一并没有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 沉不住气 相反 他脸色不变 笑容不变 尽管美眸里流转过那么一抹 一闪而过的冷光 邵金安连忙开口 任总 赵姨也 我们再谈一谈吧 一切不是信任问题 我们公司有能力把项目继续做下去 看着邵金安如此 赵姨 眼神带了些怒气 他没想自己那个不识人兼烟火的宝贝徒弟 竟然为了这女人 放低姿态致辞 随后看向唯一急烟利色 让设计师委屈求全的老板 算什么好老板 没人愿意给蠢货设计 唯一笑了笑 说的太对了 任总 赵姨也 若果贵公司 只因不信任我们ZERO 或是嫌弃我们ZERO名气小 就放弃邵先生这么好的设计 那的确 没人愿意给蠢货做设计 你 任青听完气的脸色铁青 唯一看向他继续说道 生意人 生意场上只讲究个有利可图 但也要讲信任和契约精神 更何况 林郑换将 乃兵家大忌 ZERO不想放弃和贵集团的合作机会 我只想告诉任总 我们今天既然敢坐在这儿 绝不是自不量力 我们缺的不过是下游链而已 请任总给我们一次机会 两个月之内 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将摆平 并如期为贵集团 奉上最满意的电影衍生产品 唯一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 每一句都从容笃定 不慌不忙 大方自信 就好像他真的如他所说 那么大的问题于他而言 不过是两个月就能轻轻松松解决的小case而已 任青听完以后 静愣了几秒 随后 他看向身旁的赵爷 其实 赵爷的气场比他还大 毕竟是时尚界太上皇一般的人物 坐在那里 就是妥妥的一尊大佛 赵爷嘴唇一鸣 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随后两方愉快地签订了合同 赵爷坐在那静静地看着邵金安 这个傻徒弟 为了这个女人 居然把自己掰直了 好女人好男人那么多 非要暗恋有夫之夫 真的是死心眼